第二千一百零一章试探 苏兄弟 行路位折了十三人 大境先国绝不会善罢甘休 此地不宜久留 你我就此分别吧 古通幽道 这一会儿的功夫 两人身上的伤势 也好了不少 行动无碍 我们既然都想离开大境先国 道不如同路而行 相互也能有个照应 丘斯洛提议道 古通幽微微摇头 道 苏兄弟 我原本也有这个念头 但想想还是算了 我们惹上的是秦仙梦瑶 真仙强者 这次他追杀失败 下一次极有可能会派遣出行路天位 甚至亲自出山 你与我们同路 反倒容易被牵连 丘斯洛也点了点头 道正是如此 苏子墨沉吟少许 突然说道 两位行路天位的统领 有一种血隐秘术 可以通过你们散落的血液 判断出你们的位置 无妨 古通幽摆手道 我们的手中的落魄 萧和勾魂情 都能截断血隐秘术的感应 如此变好 苏子墨才放下心来 古通幽突然说道 苏兄弟 这根落魄 萧你待在身上吧 古通幽的眼中 闪过一丝不舍 却仍是将落魄 萧递了过来 苏子墨心中感动 他知道 古通幽是担心 他被血隐秘术找到 被行路未索情 落魄萧对古通幽的重要 不言而喻 像是落魄萧 勾魂情这样的宝物 甚至惊动了情仙梦遥 可见这两件宝物的珍贵 但如今 古通幽担心他的安危 却毫不犹豫地 将落魄萧送了过来 苏子墨摇头道 古大哥 你放心 我身上也有一样东西 行路天位的血隐秘术感应不到 这个东西 就是雷皇送给他的雷霆玉佩 正是有了这个玉佩 配合三宝玉如意 苏子墨才能在群星门 直伏两千多年 古通幽审声道 好 苏兄弟 咱们就此别过 若有幸活下来 将来有缘再见 有缘再见 苏子墨也抱拳道别 古通幽和邱斯洛两人腾空而起 朝着西方湘西离去 苏子墨挥挥手 将此地的49根正旗 全都收了起来 这些正旗已经成为无主之物 若是能继练一番 使用得当 也是一个强大的制胜手段 虽然有雷霆玉佩 但出于谨慎 苏子墨还是凝聚出四妹道火 将地面上的尸体复之一具 这些行路未已经身允 没有元气 也没有元神 只是四妹道火 就足以将这些尸体焚烧干净 火光冲天 苏子墨正要动身离去 远处突然有一道流光急驰而来 速度快得惊人 苏子墨心中一惊 此时 他想要催动三宝玉如意改变样貌 已经来不及了 更为可怕的是 这个修饰散发出来的威压 铺天盖地 远远超过他的承受范围 天仙强者 而且是级别很高的天仙强者 面对天仙强者 他几乎没有什么手段能够抗衡 镇玉顶中已经觉醒的三大圣魂 因为连续大战 也都失去力量 陷入沉睡 若真有天仙强者对他动手 他必死无疑 嗯 苏子墨望着来人 神色一动 这个修饰 竟然是群星门的宗主星宇 转眼间 星宇来到镜前 看到苏子墨唯唯一睁 看到旁边的大火 神色更是震惊 此时 火光熊熊 还并未将众多尸体全部焚化 依稀还能辨认出身形体态 星宇自然能轻易地看出来 这里死了十三个形陆魏 还有左竹轩 林明和谢天风三人 李氏大进先国通气追杀的苏子墨 星宇看到苏子墨 很快就认出来 大皱眉头地问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宗门的墨灵呢 苏子墨一语不发 他心中也有些奇怪 按理来说 星宇看到这一幕 认出他的身份 应该第一时间出手 为何还会询问莫灵的下落 咦 星宇的目光 在苏子墨的身上转了几圈 发现了异常 苏子墨的身形样貌虽然改变了 但他身上穿着的衣衫 还是莫灵离宗之前的装扮 就连苏子墨腰间的群星门令牌 都没来得及摘下扔掉 苏子墨 莫灵 你是莫灵 星宇的脑海中 闪过这个推测 突然问道 尽管这个推测 实在有些惊世骇俗 但回想起 莫灵半入宗门之时的时间点 正是大进先国追杀通气苏子墨的时候 而莫灵进入宗门之中 几乎没有露面 始终在闭关 这也实在古怪 还有就是眼前的一幕 莫灵跟随着众多行路 未离开群星门 而如今 莫灵消失不见 苏子墨却穿着莫灵的衣衫 站在这里 回答我 星宇突然释放出庞大的神势 将苏子墨锁定住 神色伶俐 缓缓逼问道 你到底是不是莫灵 苏子墨仍是沉默 整个精神都紧绷起来 突然 星宇挥动袍袖 洒落出一片星光 将苏子墨笼罩起来 这些星光太过强大 随便一道 都足以将苏子墨灭杀 但苏子墨刚刚接受 太上玄陵北斗真经的传承 在遭受到星光袭击 这部功法有所感应 自行运转 花 在苏子墨的头顶上 浮现出两大片星域 分别以遥光和开阳为主 一晚星辰环绕 虽然 两大片星域距离真正的北斗星域 还差了许多 但即便如此 这两片星域悬浮在苏子墨的头顶上 形成一幅巨大的异象 洒落一晚星光 也足够震撼 苏子墨身上星光璀璨 宛如星空下的神明 气息暴涨 全灵北斗图 果然是你 星域看到这两大星域浮现 神色复杂 竟没有继续出手 而是轻叹一声 散去周围的星光 天空中的玄陵北斗图 也随之消散 苏子墨心中有些迷惑 在这个星域的身上 他竟然感受不到杀鸡 甚至连敌意都感受得不明显 要知道 他如今这条命 价值百万元临时 若是能将他生情 价值更高 但星域似乎没从未打算对他动手 方才的一幕 也只是星域的试探 想要确定苏子墨的真实身份 前辈 是到如今 苏子墨也没必要再隐瞒 道 我就是墨灵 第2102章仙宗大雪 唉 星域沉默许久 最终叹息一声 道 你走吧 尽快离开大境仙国 前辈 你怎么 苏子墨有些迷惑 不明白星域心中所想 两人没有任何交情 星域将他擒拿 就能换来大量的宝物 就算不将他交出去 也可以逼问太上玄灵北斗真经 星域似乎看出苏子墨心中的疑惑 道 我见你被那个刘统领带走 就猜出来 此人想要图谋你刚刚得到的传承 我虽然身为一宗之主 不愿你遭此劫难 却也不敢得罪行鹿位 星域没有掩饰对行鹿位 对大境仙国的畏惧 但我返回洞府之后 却怎么都静不下心来 星域道 这么多年 群星门的传承在这一世终于出现 难道就要这样被行鹿位夺去 我身为群星门宗主 要眼看着传承之人因此夭折 说到这 星域自嘲的笑笑 道 我此番前来 原本是打算拼了这条老命 杀掉这些行鹿位 将你救出来的 没想到 这些人已经死了 星域虽然没明说 但可以想象 他做出这个决定 不知有多么艰难 一旦对行鹿位出手 就等于面对大静先国 这个庞然大物 你若只是苏子墨 我就不会放过你 星域道 但你是莫灵 接受了群星门的传承 我希望这道传承 可以在你的手中重现光芒 星域语气真诚 目光中 也带着一丝期待 即便是在上界 也并非所有人都是大奸大恶 都会是强凌弱 都是贪得无厌 冷血无情 星域心中清楚 既然这道传承选择了苏子墨 就意味着 苏子墨是最合适的人选 星域突然从除雾袋中 拿出一道符录 递给苏子墨道 这是一道大摩衣符 可以直接传送到 大静先国边境的一座城池 西域城 苏子墨暗暗则舌 要知道 大静先国将欲辽阔 有十六个郡 一千多座城池 以苏子墨的修为 即便是日夜兼城 想要横穿一个郡 都要簇月的时间 更别说是横跨整个大静先国 这张符录的珍贵 可见一般 以撕碎这道符录 降临到边境 离开七宇城之后 就等于摆脱了大静先国的追杀 停顿少许 星域又道 不过 离开大静先国之后 也并不意味着安全 在神霄大陆上 三大先国统域下的疆土 只占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 大多都是无主之地 生存着各种各样的强大生灵 充满着凶险与未知 有的灵地 有强大的散修战具 有的山脉 有恐怖妖兽盘踞 有的福地 有先宗管辖 类似这样的地方 数不生数 若是你误入其中 随时都有性命之忧 苏子墨沉吟少许 问道 离开大静先国之后 怎样才能离开神霄先玉 星宇道 出城之后 你一路向南 若是没有任何意外 以你的修为 全力赶路 可能要花费促十年的时间 才能跨越神霄大陆 大半葛江土 抵达必消先玉 促十年嘛 苏子墨微微皱眉 这个时间 还只是最理想的情况下 按照星宇的说话 横穿那一片无主之地 各方势力 无数强大生灵盘踞 不知要经历多少凶险 这中间若是出现什么意外 耽搁下来 消耗数百年 上千年都正常不过 就没有什么传颂之类的法子吗 苏子墨皱眉问道 有 清语道 不过 是在三大仙国的王城 或是四大仙宗的传颂大殿 还有神霄城 没有特殊的身份 别想进入三大仙国的王城 四大仙宗也不可能 至于神霄城 那是神霄先帝的领地 不知道有多少强者隐居 就算你有什么千变万化的手段 到了那里 也必定会露出破绽 苏子墨摇了摇头 传颂阵的这条路 更不现实 清霄先玉在哪里 苏子墨心中一动 又问道 雷黄曾对他说过 人黄灵战如今就在清霄仙玉中 掌控着一方仙国 清霄仙玉更远了 清语摇头道 神霄仙玉的南边 是比霄仙玉 再向南边 是单霄仙玉 再向南才是清霄仙玉 这中间 还隔着两大仙玉呢 更是遥远 苏子墨暗暗摇头 以他目前的手段 根本无法抵达清霄仙玉 清语想了想 突然说道 其实 你若能拜入四大仙宗之一 或许能化解此结 四大仙宗 苏子墨清南一生 当初在龙渊兴上 他曾接触过四大仙宗的修士 神霄大陆的四大仙宗 分别是山海仙宗 玉丰观 乾坤书院和非仙门 清语沈声道 神霄仙玉中 能与三大仙国抗衡的势力 就要数这四大仙宗 四大仙宗虽然是宗门 但底蕴恐怖 绝不弱于一方仙国 若是能拜入四大仙宗之一 就能摆脱袁左郡王的威胁 苏子墨又问道 清语点头道 袁左郡王在两千多年前 因为风残天一世 在大晋仙国的诸多郡王郡主之中 帝位大将 如今的清云郡主和郡守 都换了人 李虽然被他追杀 但只要离开大晋仙国 拜入四大仙宗 他袁左在嚣张 也不敢去四大仙宗抓人 只是 清语欲言又止 只是什么 苏子墨追问道 清语迟疑了下 道 只是 以你目前的修为 想要拜入四大宗门 怕是不太现实 这件事 我看还是算了吧 为何 苏子墨皱眉问道 想要拜入四大仙宗 需要什么条件 每个百年的时间 四大仙宗会在盘龙山脉 举行一次仙宗大选 将汇聚集着神霄大陆上 最具天赋 最为强大的帝仙 清语道 整个大选持续一年时间 最后 只挑选出一百名的帝仙 分别拜入四大仙宗 仙宗大选对修为境界有限制 苏子墨问道 这道是没有 只要是帝仙就行 清语道 但参加仙宗大选的 都是来自神霄大陆各地的顶尖地仙强者 修为最低也是七阶地仙 而最后能够脱颖而出的 几乎都是九阶地仙 里虽然有玄陵北斗图相助 但修为境界还是差了太多 即便参加仙宗大选 也没什么机会 仙宗大选的竞争太过激烈残酷 稍有不慎 还有生命危险 清语看到满地行路位的尸体 下意识地以为 这些人是死在 纳德被行路未追杀之人的手里 他根本没想过 这些人的死与苏子墨有关 第二千一百零三章离开大境 苏子墨原本没打算 拜入四大仙宗 但按照新语所言 以他目前的修为 想要离开神肖仙玉的疆土 前往比肖仙玉 这中间花费的时间太久了 路途遥远 不知道会经历怎样的变故和凶险 若是能拜入四大仙宗之一 得到仙宗的庇护 站稳脚跟 他再想要离开神肖仙玉 就方便许多 在四大仙宗之中 也有可以通往其他仙玉的超级传颂阵 在上界闯荡的这些年 苏子墨越发深切地感受到 若是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势力支撑 很难在上界立足 而如今 能够与大境仙国相抗衡的 就只有四大仙宗 更何况 就算能抵达必肖仙玉 也不是上上策 因为 除了整个路途中 凶险万分 那的遥远的必肖仙玉 也充满着未知 苏子墨在上界最大的威胁 云幽王 甚至有可能就在必肖仙玉 若真是如此 他进入必肖仙玉 那等于是自投罗王 而如今 既然四大仙宗在挑选招收弟子 倒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转念至此 苏子墨打算去盘龙山脉看一看 便问道 新宇前辈 这盘龙山脉该怎么走 新宇醋梅沉思 瞎指计算一下 摇头道 不妥不妥 我算了下时间 这先宗大选早就开始了 已经过去大半年的时间了 前辈方才不是说 先宗大选要持续一年的时间 最终才会选出结果吗 苏子墨问道 嗯 新宇点头道 就算你现在敢过去 恐怕也只是赶上个末尾 先宗大选都快要结束了 你怎么参加 停顿少许 新宇又道 当然 你可以选择隐藏直服下来 等待下一次的先宗大选 这种大选 每个百年都会举行一次 你倒也不必急着参加这次 一边说着 新宇一边从除雾袋中拿出一卷地图 这张地图上 不满密密麻麻的黑点 若是神是沉浸其中 这些黑点便会逐渐扩大 浮现出一个葛地名 新宇将这张地图递给苏子墨 道 你离开大境先国之后 朝西南方向行走 途径木仙河 九光剑 再穿过天蟒山脉 过云梦泽 就能抵达盘龙山脉了 新宇说得简单 只是极个地名 但这中间的路程 不知有多少万里 新宇道 盘龙山脉为恶雄伟 气势棒驳 横在神霄大路之上 只要你大概的方向不错 就一定能看到他 多谢前辈 苏子墨将这张地图收起来 审声道谢 你走吧 尽快离开 清宇摆手道 希望你能让玄陵北斗图 在神霄大路上重现光芒 前辈保重 苏子墨躬身行礼 清宇汗手 转身离去 苏子墨深吸一口气 也没有在这里逗留 清连元神握着三宝玉如意 再度变换容貌 这一次 苏子墨变化成了一个病奄奄的青年 他又从除雾袋中 拿出一件白色长袍穿在身上 当初 他在天荒大路上 曾被巫族中人下了绝命咒 元神遭到重创 就曾是这样的状态 所以 苏子墨变换成这个模样 也不会露出什么破绽 三宝玉如意的这个能力 虽然没有什么攻击性 但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苏子墨没走出多远 就将那张传送符录拿了出来 他的心中 也曾有过怀疑 这张传送符录是否会有什么问题 但以星宇的修为境界 想要对付他 实在没必要这样大费周章 苏子墨深吸一口气 将这张传送符录撕碎 这张符录的碎片不断地旋转 在半空中浮现一个幽暗深邃的空间隧道 苏子墨走了进去 在空间隧道中穿行 感受不到空间和时间的流逝 也感受不到身体的重量 所有的感知 都会被大幅度削弱 也不知过了多久 取释及格呼吸的时间 苏子墨的眼前一亮 只觉得身体忽然一清 从半空中迅速地坠落 他连忙控制住身形 散开神式 凝神戒备 周围没有什么危险 空旷无人 他已经离开了空间隧道 在远处的天际 隐约可以看到一座巨大的古城 苏子墨朝着那座古城的方向及时 没过多久 就能辨认出来 这座古城之上写着三个大字 七宇城 七宇城 便是大靖先国在南方边境的一座古城 这张传送符路 果然将苏子墨传送到大靖先国的边境 只要穿过这座古城 他就将离开大靖先国的疆土 到时候 有三宝玉如意相助 便是海阔平渔月 天高热鸟飞 苏子墨卫装成病样样的青年修饰 脸色枯黄 嘴唇苍白 没有什么血色 进入七宇城 没有遭受到任何阻碍 在离开七宇城的时候 倒是有不少城中守卫对他探查许多遍 又盘问了一些问题 边境的古城 不同于其他城池 戒备森严 苏子墨早已准备好答案 有惊无险 成功出境 离开了大靖先国 即持一会儿 苏子墨才停下身行 转过身来 深深地看了一眼大靖先国的方向 目光渐朗 随后 他对照着地图 朝着盘龙山沫的方向奔行而去 十三个行路位 陨落在日月郡之中 引得日月郡郡守震怒 同一时间 正在日月郡中的袁左郡王 也同时得到消息 便带着行路天位统领孤星 还有一众行路地位 动身赶往始发地点 当初 袁左郡王被靖王世子振折 吓得肝胆剧烈 靖王世子让他除掉 大靖先国内的所有残业势力 他哪敢不从 因为风残天的出逃 靖王大怒 撤去他在清云郡的统治权 也撤去了靖月真仙的清云郡守 这些年来 袁左郡王除了追杀苏子墨的下落 绝大多数的时间 就是在大靖先国的疆域内四处奔波 搜查剿灭残业余孽 柳靖王世子的警告 他根本不敢松懈 曾经风光安逸 一呼百应的日子 早已远去 如今的袁左郡王 疲于奔命 在众多郡王郡主之中 地位已经排在中下 更重要的是 他耗尽心血和时间凝炼出来的真身被废 本尊在突破真一境的紧要关头 都遭到牵连 若是没有大机缘 他可能永远都无法成就真仙 一步错 便从云端跌入了谷底 之后发生的一连串事 玉符被夺 他被靖王世子打伤 这一切的一切 都因为一个人 苏子墨 第21104章行仙出山 日月靖 当元左郡王带着行路天位统领孤星 还有一众行路地位抵达的时候 事发地点已经为了不少修士 除了一些行路位 还有就是大晋先国的守卫先兵 将这附近全部封锁起来 日月郡郡首也在此地 拜见殿下 日月郡郡首见到元左郡王抵达 唯唯拱手 打了一声招呼 这些年来 元左郡王虽然地位下降 也失去清云郡的统治 但毕竟是晋王血脉 日月郡郡首不敢怠慢 对于他保留了最起码的尊重 当然 元左郡王现在想要指挥日月郡郡首 也指挥不动 怎么回事 元左郡王进入中心 目光扫了一些战场上残留的痕迹 皱眉问道 战场上 已经看不出来什么东西了 只剩下一堆堆骨灰 在骨灰之中 还能发现几片没有完全焚化的黑精灵与甲的碎片 几乎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死了13个行路地位 其中还有三位统领 日月郡郡首审声道 据我这边得到的信息 这些行路地位应该是奉孟瑶郡主的命令 前来追杀围剿一对男女 但在此地 这些行路未全军覆没 就在此时 远处一道仙光及池而来 几乎是眨眼间 就已经来到境前 散发出一股庞大的威压 来人是一位女子 身材高挑 一席素兰工装 面庞白皙 美艳无瑕 乌黑的袖发挽着飞仙剂 气质超然 在场的众多修士看到这位女子 眼神都有些直了 蒸蒸失神 仿佛丢失了魂魄 只是 此女的身上 散发着一阵阵生人雾尽的冰冷和极度危险的气息 让不少修士第一时间恢复清醒 都看什么 还不跪下拜见孟瑶郡主 日月郡郡手力和一声 目光一横 看向周围的众多守卫先兵 这些大进先国的守卫 平时根本没有机会的见秦先孟瑶的真容 如今一见 都被孟瑶的角色深深吸引 难以自拔 众多行路未都是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纷纷跪地行礼 周围的众多守卫 被日月郡郡手提醒之后 大多促也清醒过来 连忙低下头去 跪倒在地上 还有数十个守卫 仍是一动不动 吃吃地望着孟瑶 孟瑶郡主 这便是四大仙子的秦先孟瑶 不说孟瑶仙子的秦生 便是这张容颜 就足以让他们魂牵孟绕 为之沉沦 四大仙子成名多年 每一个都是性格迥异 各有特点 但这四位仙子的容颜 堪称神霄仙玉之罪 放在九霄仙玉 也均是顶尖角色 否则 他们也没资格称为四大仙子 秦双 你手下的这些守卫 该管一管了 孟瑶 孟瑶缓缓缓开口 冷冷地说道 孟瑶郡主 所言即是 这次回去 我就将这促十个守卫 重重择罚 让他们记住 今日的教训 日月 俊俊俊手连忙说道 孟瑶淡淡地说道 不必回去 今日我就替你管教一下 这些人 话音刚落 孟瑶伸出鲜鲜实指 突然在虚空中 弹拨了一下 争 半空中 突然响起一道琴声 那促十个守卫的眼珠 纷纷爆裂 喷出一道道血剑 啊 这促十个守卫 发出一声惨叫 从始至终 孟瑶看都没看 这些人一眼 他根本不屑看 念你们是我大进的守卫 这次只是小做惩罚 废了你们的招子 孟瑶说出来的话 明明带着森然杀气 但却仿佛有种魔力 声音说不出的婉转动听 这促十个守卫的眼睛瞎了 都承受着剧痛 但脸上却都浮现出诡异痴迷的笑容 似乎很是满足兴奋 今生能见到孟瑶仙子的容颜 我这对眼睛 便是瞎了也值得 等听到孟瑶仙子对我说话 我此生已经无憾了 这促十个守卫 只是看了孟瑶一眼 就被其征服 即便瞎了双眼 也没有半点怨恨 听到这些话 孟瑶仙子却没有动物 美眸中 反倒浮现出一丝微笑 她很喜欢这种别人臣服 拜倒在她裙下的感觉 孟瑶姐姐 多年不见 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袁左郡王连忙上前 笑着说道 刚刚看到 我一时间都没认出来 还以为是哪来的仙女 孟瑶确实当得起这些赞美 不过 在袁左郡王的口中说出来 多少带着一些讨好和奉承的意味 孟瑶就算能感受得到 也不会点破 她很享受这种被人赞美 重心捧月的感觉 她有足够的自信 多少的赞美 多大的赞美 她都能承受得起 袁左啊 许久不见了 孟瑶郡主微微汗手 两人同父异母 没有多深的感情 但不管怎样 毕竟两人体内都流淌着 晋王血脉 孟瑶也回了袁左郡王一句 算是不嫌不淡地打过招呼 有什么线索 孟瑶转头看向日月郡郡守 陈生问道 这里被一把大火烧成灰烬 目前还没有什么收获 日月郡郡守摇头道 孟瑶郡主虽然没有在 大晋先国掌控任何一方疆土 但在晋王众多子嗣之中 除了晋王世子之外 他要排在第二位 不仅仅是因为孟瑶郡主 是非仙门的真传弟子 战力强大 更因为他是秦仙 秦仙的影响力极大 甚至还要在晋王世子之上 所以 孟瑶郡主完全可以命令 大晋先国的各大郡守 孟瑶姐姐 让孤星用血引秘术逝世 原左郡王连忙站了出来 提出建议 孤星不敢迟疑 连忙催动秘法 尝试来凝聚这片区域中的血液 去感知方向 但许久之后 孤星散去法门 摇头苦笑道 不行 感应不到 像是被某种力量阻隔住了 孟瑶沉吟少许 道 定是那两件宝物的原因 勾魂情 落魄消 这两件上古纪元的凶器 可以隔绝血引秘术的感应 哼 孟瑶唯唯冷笑 心中暗道 这次我亲自出山 就不幸还抓不到你们两个蝼蚁 转念至此 孟瑶身形一动 朝着远处急驰而去 没过多久 他的声音传了过来 道 把日月俊的行路天位全都调出来 给我全力搜查那两个人 尊命 日月俊俊手工身硬道 动用一俊的行路天位 来搜寻两个地仙 可见孟瑶对于此事的重视 远左俊王微微挑眉 看向孤星 小声道 我们也走吧 这件事咱们插不上手 是 孤星应道 第21005章一个月 苏子墨按照地图所指 朝着盘龙山沫的方向 一路前行 这中间 也遭遇过一些危机 好在他如今已是六阶地仙 仗着郑玉鼎等宝物和诸多强大手段 已经有一些自保之力 也算有惊无险 全力赶路的过程中 危机四伏 苏子墨不敢分心修炼 他的体内 虽然因为接受太上玄陵 北斗真经的传承 而沉淀大量的天地元气 但仍没有机会吸收炼化 所以 他的修为境界 还是刚刚踏入六阶地仙的层次 两个月之后 苏子墨终于看到了盘龙山脉 即便没有去对照地图 他也可以断定 眼前的这条蔓延无尽 细势磅驳的山脉 就是盘龙山脉 星宇说的没错 任谁走到这里 都不会忽视眼前的这座维厄山脉 来到这附近 地图上的盘龙山脉 也变得越发清晰 显化成一条弯弯曲曲的漆黑的粗线 几乎横跨整个神肖大陆 将这座大陆一分为二 这条盘龙山脉 已经不能单纯地用长度来衡量 盘龙山脉的地形 复杂多变 有的区域蜿蜒曲折 如神龙前行 有区域环绕成一个圆圈 像是神龙盘卧 颇有神韵 苏子墨继续前行 没过多久 苏子墨就听到前方传来的一阵阵喧嚣之声 在山脉之上 人影重重 密密麻麻 这楚盘龙山脉的上空 还漂浮着四片巨大的祥云 上面也占招数百人 居高临下 等来到盘龙山脉进楚 苏子墨才真正感受到先宗大选的盛况 山脉之巅 站着众多修士 一眼望去 如过江之际 最少有数百万的修士 人生鼎沸 这些修士的境界各不相同 玄仙 地仙 天仙都有 有些是散修 有些是一些宗门势力的修士 聚在一起 盯着山脉下方 不时发出一阵阵惊叹 欢呼 苏子墨腾空而起 没过多久 也来到山巅之上 向下看去 只见这座山脉的下方 有一片巨大的水墨微微隆起 悬浮在半空中 水墨之上 映照出一道道影像 可以清晰地看到 有的在修士再搏命厮杀 有的在独自行走 有的在奋力逃亡 这道水墨 有点类似于 《圣影之境》一类的手段 可以将一片区域中的诸多情形 映照在水墨之上 苏子墨四下看了一眼 来到一位悬仙身边 轻壳一声 这个悬仙被这道声音吓了一跳 回头看了过来 我问你几个事 苏子墨神色平静 语气淡然 上仙请说 这个悬仙摸不清苏子墨的底细 再加上他的修为境界不高 也不敢怠慢 连忙回应道 这仙宗大选有什么规矩 你跟我说说 苏子墨也没有绕弯子 直截了当地问道 这个悬仙唯唯一争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道 仙宗大选其实就是将 诸多地仙强者聚集在一起 相互厮杀 这一截盘龙山墨的地势 正要相互合围 形成了一个山谷 听说四大仙宗的强者曾联手 借助这片地势 布置出一座封闭的大镇 下面的这道水墨 能随时映照出山谷中的战况 这个悬仙一边指着 盘龙山脉围城的山谷 一边解释道 这次有多少地仙参加仙宗大选 苏子墨问道 这个悬仙道 大选开始之前 四大仙宗公布了数字 共有18451人 这么多 苏子墨暗暗则舌 要知道 这些参加仙宗大选的 可不是普通地仙 赶来参加仙宗大选 有自得参加的 军事地仙宗的顶尖强者 修为境界最低 也得是七阶地仙 能将18万的顶尖地仙聚集 在此处 可见四大仙宗 对于众多修士的吸引 更加残酷的是 18万的顶尖地仙角逐厮杀 最终只选出100人 竞争太激烈了 能来参加仙宗大选 就意味着 已经胜过绝大多数的地仙 在这群人中 还要挑选出100个 最为出色的地仙强者 才有机会 败入四大仙宗 苏子墨盯着下方水墓中 一队正在厮杀 大战的修士 其中一人不敌 身受重创 眼看就要死在 对方的手中 这人突然拿出 一道金色令牌 紧接着 这道金色令牌上 绽放出一团金色光芒 形成一个金色光照 将此人保护起来 将对面修士的攻势 全部抵挡下来 随后 两人的头顶上 突然浮现出一道漩涡 将那个重创落败的 修士拽了进去 他手中的金色令牌 却遗留在山谷之中 在进入漩涡之前 这个人腰间的储物袋 也突然炸裂 浮现出促十道 一模一样的金色令牌 对面的修士大手一挥 将这促十道令牌 收入囊中 神色欣喜 那个被漩涡带走的修士 被扔出战场 那在盘龙山脉外面 神情狼狈 一脸懊恼 那个金色令牌是什么 苏子墨问道 那是四大仙宗 发放的盘龙令 每个参加仙宗 大选的地仙都有一个 那个玄仙道 若是在下方的山谷中 实在不敌 或是遇到生死危机 便将元气注入盘龙令中 就会激发出金色光照 从而保住性命 当然 这样一来 也意味着失败 将会被带走 离开战场 将身上的盘龙令 留在山谷中 停顿少许 玄仙道 对了 还有一点 仙宗大选持续一年时间 不管最后战场上 剩下多少人 得到盘龙令最多的那一百人 才是最后的胜者 苏子墨唯唯点头 这样可以避免有的修饰消极应战 躲躲藏藏 撑到最后 苏子墨又想到一件事 绝雷成石绝域的规矩 极有可能是仿照 先宗大选而来 两者有些类似 只不过 石绝域完全是杀戮模式 没有任何其他出路 而先宗大选 至少还给进入战场中的 帝仙们 留了一线生机 只要懂得放弃 维基关头寄出盘龙令 就绝不会死 苏子墨想到一个 极为关键的事情 突然问到 先宗大选 还有多久结束 就剩一个月了 那个悬仙指着山谷 到原本18万多的 地仙强者 经过这大半年的角逐 战场上就剩下一千多人了 很快就能结束 一个月嘛 苏子墨目光深邃 望着下方的山谷 青南一升 时间倒也足够 第2106章是红郡主 其实 对苏子墨而言 倒也不急于参加 这一次的先宗大选 只要静下心来修行 将体内的天地元气 全部吸收炼化 再闭关一段时间 甚至有机会 突破到期接地仙 那时候 再参加先宗大选 有更大的把握和优势 但即便是下一次 先宗大选 也要再等百年 百年的时间 看似短暂 却有可能发生 许多无法预料的变故 而且 不知为何 苏子墨的心头 始终都伴随着一种不安 许是来自大进先国的压力 又或是来自云幽王的威胁 又或者是什么其他想象不到的危机 苏子墨想要尽快摆脱眼下的困境 一个月的时间 对旁人而言 非常紧迫 但对他来说 已经足够 18万多的地先强者参加先宗大选 也就意味着山谷中有18块盘龙令 想要最后胜出 只要苏子墨能夺到1800块左右数量的盘龙令 就可以进入前100 啊 快看 赤红郡主赢了 赤红郡主又打败一人 收获不少盘龙令 他的令牌总数 应该有3000多块了 旁边传来一阵惊叹声 赤红郡主 苏子墨心中一动 他现在听到什么郡王郡主的修饰 都有点敏感 赤红郡主是哪个先国的 也来参加先宗大选 苏子墨小声问道 赤红郡主来自盐阳先国 那个玄仙指着水墓上的一位妙龄少女 眼中流露出一丝轻目之情 少女扎着一束高马尾 这一袭红色镜装 腰围纤细 扎着丝带 脚踩红云靴 英气十足 在少女的身边 还环绕招数石柄赤红如血的飞剑 剑气冲天 灵力至极 没有人敢靠近 这位玄仙停顿少许 才到历年来 各大先国的郡王郡主 也都有一些会选择参加先宗大选 希望能拜入四大先宗 学到一些与本国不一样的道法 孟瑶郡主就是这类修饰 当然 在苏子墨看来 各大先国的郡王郡主 选择拜入四大先宗 除了此人说的学习不同的道法 应该还有另一层深意 就是以这些郡王郡主作为桥梁 来与四大先宗建立起联系 以免生出太大的冲突 神霄先玉中的这些顶尖势力 太过庞大 盘根错节 都会尽量保持克制 不会爆发太大的冲突 当然 听到这里 苏子墨对四大先宗的信心又多了一分 即便是贵为郡王郡主 想要拜入四大先宗 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都要参加先宗大选才行 光是这一点 就足以见得 四大先宗确实是能与三大先国抗衡的存在 苏子墨目光转动 落在两处修饰众多 队列整齐划一 服饰统一的阵营之中 这些修饰纪律严明 没有其他修饰那样相互议论 交头接耳 明显是来自先国的修士大军 其中有一处的大军服饰 均以赤色为主 不出意外 应该便是炎阳先国的阵营 看这个架势 最少的有数万人 那个玄仙顺着苏子墨的目光看过去 笑道 因为赤红郡主前来参加先宗大选 炎阳先国的大军也过来 为郡主助阵 苏子墨微微点头 看向另一侧的阵营 这个阵营中的大军服饰 与大进先国不同 不出意外 应该就是三大先国的子宣先国 那个玄仙说道 这次除了赤红郡主之外 子宣先国的一位郡王 也极为强大 堪称妖孽 在这山谷中大沙四方 还未曾遇到对手 苏子墨心中一动 问道 云廷郡王 不不不 那个玄仙连连摆手 道 云廷郡王太骄傲了 根本不屑来参加先宗大选 也不想败入四大先宗 旁边的一位帝先颇为感慨地说道 云廷郡王曾说过 凭他手中之鉴 就可败近四大先宗的所有同阶弟子 这确实像是云廷的口吻 云廷也是苏子墨飞升以来 在同阶之中 遇到的最强大的对手 回想起与云廷交手厮杀的一幕幕 苏子墨不禁笑了笑 随口说了一句 年纪不大 口气倒是不小 说完这句话 周围的议论声 突然静了以下 不少修士都回过头来 看向苏子墨 眼神有些怪异 旁边的那位帝先见苏子墨 表现得有些茫然 似乎真不知道 便叹息一声 道云廷郡王说出这番话没过多久 大概是五百年前 他便出面拜访四大先宗 挑战四大先宗的帝先强者 当时的云廷郡主 只是七阶帝先 他一路挑战 共与四大先宗的三十二位帝先强者交手 说到这 这位帝先停顿少许 道三十二战 全胜 只是七阶帝先 便在地远近纵横无敌 这是何等的强势 虽然云廷郡王没有参加地榜之争 但谁不知道 他就是第一帝先 周围的修士明显都听过此事 如今提及云廷 都惊叹不已 这件事 在当年确实极为轰动 只不过 苏子墨常年在群星门闭关 几乎没有与外人接触 自然没有听过这件事 那位帝先道 云廷郡王可不是口气大 他确实有这个实力 也有这个资格 我听说 云廷郡王出世以来 大战无数 曾游历九霄先遇 与无数天骄妖孽出手 未尝一败 这是何等的战绩 确实厉害 苏子墨唯唯唯汗手 虽然在帝坟中的两人一战 是苏子墨胜出 但他的这句话 却没有敷衍的意思 帝坟的环境 毕竟特殊 不论是他还是云廷 都没有发挥出所有的战力 两人如今若是在战 谁胜谁负 恐怕难以预料 苏子墨想起一件事 突然问道 五百年前 云廷就已经是七阶地先 那他现在是什么修为 这就没人知道了 那位帝先摇了摇头 道 我估计啊 可能已经修炼到九阶地先了 苏子墨默然 他有清廉真身 又有充足的修炼资源 以他的修炼速度 已经是古今难见 没想到 云廷修炼速度比他还要快 他与云廷之间 倒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相反 苏子墨对云廷的印象还不错 虽然两人曾有过冲突 虽然云廷骄傲自负 但他不曾以多欺少 也不曾落井下石 当时发生的一幕 苏子墨至今记忆犹新 两人正在交手之时 方璇突然对他出手 而云廷竟不管苏子墨的攻势 果断转变目标 要将方璇当场击杀 而苏子墨也没有继续对云廷攻击 也选择转头对付方璇 两人在那个瞬间 形成了一种心灵上的默契 第二千一百零七章挑衅 看 那边就是云雷郡王 那位玄仙指着水墓上的一位浑身环绕着雷黄的男子 轻声说道 云雷郡王得到的盘龙令 也将近三千块了 旁边一人道 说起来 这三大仙国在这次先宗大选上都有郡王郡主来参加 大靖先国却没有人来 听说大靖先国这些年来 发生了不少事 就是风残天逃走之事吧 不止 另一人摇头道 还有一队人男女得了两件法宝 甚至惊动了情仙梦瑶 还有一个叫什么苏子墨的 得罪一位大靖的郡王 也被通气追杀 影响不小 我听说 大靖这些年一直在追杀残业组织的修饰 据说残业损失惨重 几乎被灭绝 周围的修士随便议论几句 像是这样聚集数百人的盛会 消息流通的最快 各种各样的消息也最多 在苏子墨的询问之下 这位玄仙又指出山谷中的一些地先强者 除了赤红郡主和云雷郡王之外 这些地先也都得到足够数量的盘龙令 极为强大 毕竟前一百的强者 苏子墨看了一眼盘龙山脉上空漂浮着的那四片巨大的降云 问道 上面云朵上的 应该就是四大仙宗的修士吧 那个玄仙道 最左边的那个是飞仙门 这次飞仙门的主事之人 乃是飞仙门的第一天仙白海 这位白海天仙坐在靠椅之上 手中摇着一柄折扇 面带笑意 神色悠闲 一边看着下方的水墓 一边挟着香茶 在白海天仙的身边 还有几位天仙落座 但座次上明显比白海天仙低了一头 而剩下站着的飞仙门修士 全部都是地仙 四大宗门中 除了天仙之外 会有真仙现身吗 苏子墨又问道 不会 那人摇了摇头 道 这么说吧 就算这仙宗大选最后的一百名胜者 败入仙宗之中 也只是万门弟子 只有踏入天仙 才能成为内门弟子 只有成就真仙 才能升为真传弟子 我听说 各大仙宗的内门弟子 也就是天仙强者有十几万 但真传弟子 却只有数百人 仙宗大选这种事 哪里会惊动真传弟子出面 再说也没这个必要 那人见苏子墨沉吟不语 又道 就算没有真传弟子现身 前来主持仙宗大选的天仙强者 也都是名震神霄的人物 就算不是第一天仙 那也必定是实力极强 在神霄大陆赏身望极高 苏子墨点了点头 道 你继续说 其他三个仙宗的情况 那人道 中间的两片祥云之上 便是山海仙宗和乾坤书院 山海仙宗主寺的天仙强者 道好天渊 上届天榜第一 苏子墨暗暗则舌 这位更是厉害 据说天榜乃是神霄宫举行的盛会 聚集神霄仙玉上的各路天仙强者 角逐天榜的名次 天榜第一 也意味着这位天渊 也是当时的神霄仙玉第一天仙 苏子墨深深地看了一眼山海仙宗的方向 当初在龙渊心上 他曾与玉峰关的吴峰真仙 乾坤书院的岳华剑仙 还有非仙门的秦仙梦遥有过激烈冲突 虽然 他隐藏在龙诗之中 这三大真仙也不知道他的底细 但能避免 还是避免的好 所以 在苏子墨心中 相对倾向于山海仙宗 乾坤书院的这位 这位玄仙停顿少许 道 这位不太有名 叫做杨若虚 听说是后起之秀 有实力竞争乾坤书院的第一天仙 此人口中说的这位杨若虚 穿着一身白色长袍 端坐在竹椅上 身形笔直 肤色古铜 脸庞棱角分明 目光炯炯有神 望着下方的水幕 神情专注 最右边的是玉峰关 为首之人是清风天仙 据说是下一次天榜前十的有力争夺者 这位玄仙很快就将四大仙宗的情况介绍了一遍 苏子墨都记在心中 现在想要参加仙宗大选 有什么法子 苏子墨问道 现在 这位玄仙唯唯一愣 没能明白苏子墨的意思 道 这一次的仙宗大选快要结束了 只能参加下一次 下一次仙宗大选 还要等待百年的时间 苏子墨不想等 他抬头望着天空中飘浮的四片响云 深吸一口气 突然腾空而起 朝着四大仙宗的方向欲空而行 除了四大仙宗的修士之外 包括两大仙国的修士大军 都要在山边上观战 苏子墨腾空而起 来到数百万修士的头顶上 顿时吸引了不少目光 即便成为众人的焦点 苏子墨也并不在意 眼下他有三宝玉如意 卫装成面黄鸡兽 若不禁风的青年模样 旁人看不出他的底细 更何况 要想参加仙宗大选 早晚都会进入这数百万修士的视线 嗯 四大仙宗之中 也有修士注意到苏子墨 什么人 上来做什么 几位仙宗的帝仙修士站了出来 立合一声 在下因为中间出了点事 在路上耽搁了 如今想要参加这次的仙宗大选 还请诸位上仙准许 苏子墨停住身行 唯唯仰头抱拳说道 这句话说完 原本喧嚣的盘龙山脉 竟出现了短暂的宁静 紧随其后 便爆发出一阵阵声浪 夹杂着嘲笑和奚落 这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哈哈 叫死我了 一个六阶地仙都敢跳出来 要参加仙宗大选 我已经是七阶地仙 都没敢参加 人呐 都有自知之明 这人看上去病奄奄的 脸色枯黄 精神萎靡 我一道长风 恐怕都能取他的小命 另一位六阶地仙傲然道 最初与苏子墨说了不少话的那位悬仙 也是一脸金融 周围的一些地仙纷纷摇头 我刚才就发现这人不正常 居然口出狂言 说云庭郡王口气大 这人可能神志不清 在胡言乱语 原本 众多修士都在观战 这一幕的出现 倒吸引了所有修士的注意 引来一阵哄笑 四大仙宗的主事之人 诸如天渊 杨若须等人 也只是淡淡地看了苏子墨一眼 就收回目光 一个六阶地仙 还无法引起他们的注意 你是在捣乱吗 乾坤书院的一位八阶地仙 站了出来 神色冰朗 望着苏子墨 缓缓说道 亦或是 你在挑衅我们四大仙宗 按照这个罪名 这位八阶地仙 完全可以出手 将苏子墨当众诛杀 哦哦 众多修士听出 此人口中的杀鸡 都嗅到一丝血腥气 纷纷大声起哄 第二千一百零八张万众瞩目 陆文斌 乾坤书院的杨若薛淡淡开口 道 赶走便是了 不必伤他性命 这位换作陆文斌的八阶地仙 连忙攻身应试 你还不自己走 陆文斌转头看向苏子墨 冷冷地呵斥一声 苏子墨审声道 在下并非捣乱 也没有挑衅的意思 只是想要参加下仙宗大学而已 哈哈哈哈 下方的山脉 再度传来一阵哄笑声 哼 陆文斌脸色一沉 直接释放出神石威压 朝着苏子墨镇压过去 冷然道 给我滚下去 陆文斌的这道神石威压 没有太大的攻击性 也没有动用权力 只是想要让他吃一点苦头 在众人面前出格丑 虽然只是释放出地缘 净六众的神石力量 但他身为乾坤书院弟子 修炼的神石功法极为有名 这道神石 自然远比其他修饰凝练精纯 他仿佛能看到 这个并奄奄的青年 从半空中跌落下去 摔在山脉上的狼狈情形 只是 神石降临 苏子墨不闪不闭 踏空而立 纹丝不动 好似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嗯 这一幕 让陆文斌觉得面上无光 心中更加恼火 就连下方传来的哄哮声 都让他感觉有些刺耳 似乎是有人在讥笑他 连葛六接地仙都搞不定 滚下去 陆文斌再度大喝一声 这一次 他没有丝毫留守之意 释放出八接地仙的全部神势之力 想要将苏子墨从半空中轰落 苏子墨面不改色 身形微微晃动了一下 但却依然屹立在半空中 仰头望着四大仙宗的方向 目光坚定 不 这一次 倒是引来四大仙宗其他修士的注意 能抗住八接地仙的神势威压 就意味着这个六接地仙的元神境界 绝不会太低 最少也要达到八接地仙的层次 只是地缘近六重 但元神境界 却达到地缘近八重 这倒是有些罕见 盘龙山脉上的小声 也渐渐息落 眼前的一幕 有些超出众人的意料 他们所期待的场面 并没有出现 这人似乎有点手段 呵呵 这有什么 人家乾坤书院的八接地仙都没有真正出手 只是释放出一道神势威压 若是针对此人出手 他早就废了 不错 这人若是得寸进尺 真惹恼了乾坤书院 他就不只是丢人了 恐怕连命都要丢掉 不少修士撇嘴摇头 神色不屑 陆文斌的脸色 果然变得极为难看 他两次出手 都没能将苏子墨敢落下去 此时 只觉得脸庞火辣辣的 这不仅是自己丢脸 甚至可能影响乾坤书院 若传出去 说乾坤书院的弟子 连个普通的六接地仙都镇压不住 他可丢不起这个人 既然你不是好歹 就别怪我没给你机会 陆文斌神色冰朗 手掌在储物袋上一拍 一口飞剑冲天而去 化作一道流光 在身边环绕 我看这人挺有趣 不如让他过来 咱们问问他 飞仙门的白海天仙轻摇折扇 面带笑意 说了一句 看这仙宗大选 也有些乏了 让他上来也行 御风官的清风天仙嘴角为翘 眼中略过一丝信誉 缓缓说道 这陆文斌愣住了 他虽然是乾坤书院的弟子 但如今 两大天仙出面 他也不好擅自动手 转头看向宗门师兄杨若须 杨若须一语不发 算是默认 陆文斌无奈 只能狠狠瞪了苏子墨一眼 转身回到阵列之中 苏子墨轻疏一口气 继续升空 来到四大仙宗的阵前 对着白海天仙等人拱手道谢 这一次 四大仙宗所有修士的目光 都落在苏子墨身上 就连四大天仙强者 白海天仙 天渊 杨若须和清风天仙四人 都看向苏子墨 这是一种难以想象的无形压力 若是换作旁人 面对四大仙宗 还有四大天仙这样成名多年的强者 修为境界远超自己 必然会显露出一些不自然 四大天仙的目光 犹如芒刺在身 就算手足无措 大汗淋漓都在常理之中 但苏子墨站在四大仙宗阵前 却始终神色平静 与四大天仙的目光接触 也没有任何回避心虚之态 其他不说 便是这样的胆势气魄 便超过常人 天渊微微汗手 深邃的眼眸中 流露出一丝赞许 白海天仙 杨若须 清风天仙 虽然没有说话 但心中却是按赞一声 千宗大选持续到如今 山谷中的修士越来越少 只剩下一千多位 厮杀大战的频率 也逐渐降低下来 众多修士的注意 都落在了苏子墨的身上 可谓是万众瞩目 所有人都想看看 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青年 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要参加仙宗大选 白海天仙清摇折扇 笑着问道 你可知道 参加仙宗大选的修士 都是什么修为境界 我的境界不算太高 但手段却不弱 苏子墨道 狂妄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不少修士吃之以鼻 苏子墨的这句话 在旁人听来 自然像是在自吹自擂 但其实他已经算是谦虚了 你可知道 仙宗大选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 人数越来越少 你想要得到足够的盘龙令 也会越来越难 天渊问道 苏子墨道 上仙所言不错 但时间剩得越少 人数越少 也同时意味着 剩下修士储物袋中的盘龙令越多 若是运气好 可能打败十几个人 就能得到足够数量的盘龙令 原本是十八万多块的盘龙令 如今却落在一千多人的身上 有的地先强者的储物袋中 可能有数百块 上千块的盘龙令 若是将其打败 自然可以将他身上的所有盘龙令 接管过来 杨若虚突然开口 道 你说的没错 但你可曾想过 剩下的这一千多个地先强者 都是经历十多个月的遇血厮杀 才能撑到现在 这些地先储物袋中的盘龙令 确实很多 但这些人 也不好招惹 杨若虚说的也没错 如今的山谷中 七阶地先都没剩下几个 几乎都是八阶 九阶地先 随着时间的推移 山谷剩下的地先 会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恐怖 杨若虚道 你年纪不大 能修炼到这个境界 天赋该是不错 不如等待百年之后的先宗大选 再来参加 更有把握一些 第2109章群狼环四 苏子墨听得出来 杨若虚是好意提醒 若是没有诸多压力 一些有形无形的威胁 苏子墨也不会急着参加这次先宗大选 但他与旁人不同 等待百年 这期间不知道又会生出怎样的变故 苏子墨沉默少许 抱拳说道 我还是想参加这次先宗大选 还望诸位上先应允 哼 人群中的陆文斌冷笑一声 嘀咕道 不是好歹 清风天仙突然说道 中途参加先宗大选 倒也并非不行 只不过 得加个条件 什么条件 苏子墨问道 清风天仙缓缓道 你不能携带盘龙令进去 参加先宗大选的修饰 每人都有盘龙令 关键时刻可以保命 但这大半年过去 仍有两三万的修饰身允 遭到重创 肉身毁灭的修饰更多 在大战之中 很多修饰稍有迟疑 往往没来急记出盘龙令 便身允盗销 或是被不知道哪里来的攻击斩杀 先宗大选的争斗角逐 并非点到极止 而是充满血腥与杀戮 不能携带盘龙令进入山谷 就意味着 他没有任何保命手段 也未必 他可以打败其他人 夺走其他人的盘龙令 呵呵 剩下的都是狠人 哪有那么容易夺令 这人若是运气不好 进入山谷的时候 正好落在什么狠人身边 他下去就得陨落 清风天仙说完这句话 顿时在人群中引来一阵议论 白海天仙轻摇折扇 悠然道 这个提议不错 中途参加先宗大选 就要与他人不同 承担更大的凶险 这样才公平一些 天渊和阳若需两人虽然没有表态 但也默许此事 中途参加先宗大选 就是坏了规矩 坏了规矩 就要承担不可预测的风险 没问题 苏子墨道 这人疯了吧 这都敢答应 我看他是没经历过先宗大选的血腥 不知道里面的可怕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天渊和阳若需两人 也微微皱眉 两人方才默认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希望苏子墨知难而退 下次再来参加 没想到 苏子墨几乎没有怎么犹豫 就答应下来 好 白海天仙收拢折扇 大声赞道 有魄力 我喜欢 清风天仙也露出一丝兴致 现如今 山谷中的这些人 他看了大半年 已经有些看腻了 正好跑出来一个不怕死的 将他扔到这山谷中 不知道又会激起怎样的涟漪 此时 仍没有人意识到 将苏子墨扔进山谷之中 所激起的不是什么涟漪 而是惊涛骇浪 这件事的后续发展 影响之大 也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清风天仙站起身来 沉声问道 你若准备好了 我就将你送入山谷之中 劳烦 苏子墨点了点头 清风天仙大袖挥动 一股庞大的元气 包裹着苏子墨的身体 迅速地坠落在一处水墨之上 荡起点点连依 嗯 天渊和阳若须看到这一幕 多大皱眉头 目光一横 看向旁边的清风天仙 其他人看不出来 但两人都能判断出 清风天仙给苏子墨选择的 这的落点 明显不怀好意 杨若须微微冷笑 道 清风 你这一手 和直接杀了他有什么分别 哈哈 清风大笑 道 这也未必 我看此则胆势过人 想必还有其他过人之处 这样才有去马 白海天仙摇着折扇 笑咪咪地说道 盘龙山脉上的数百位修士 也都盯着苏子墨的落脚点 渐渐看出一些美目 这人落在什么位置了 此人能活多久 关键就在他的落点 若是落在无人区域 或许能撑隔几天时间 若是落在什么狠人身边 嘿嘿 快看 他好像是落在 啊 落在人堆里去了 山脉中的修士 发出一阵震惊呼声 赤裂锋那群人 山谷中 百人以上的队伍 就剩他们了吧 应该是 剩下有队伍的 几乎都不超过十人 这个人完了 落在裂锋这群人之中 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 随着先宗大选的推进 山谷中剩下修士 往往会选择与人联手 结成队伍 尽可能地支撑到最后 而裂锋这个队伍 能支撑到现在 除了队伍首领裂锋 战力强大之外 就是这个队伍很聪明 遇到真正的顶尖强者 诸如赤红郡主 云雷郡王这样的狠人 即便他们人数众多 也会避而不战 在裂锋的带领下 这支队伍去寻找 那些有十足把握的修士下手 一些落单的修士 整体实力不强的队伍 遇到裂锋这支队伍 都会被无情的吞噬抹杀掉 山脉上观战的修士 都称裂锋狡猾如虎 凶残如狼 而苏子墨只是六阶地先 落在这支队伍的包围之中 下场可想而知 盘龙山谷中 裂锋率领的一百多位修士 正在一处山巅之上修席 这个位置可以登高望远 观察到来自四面八方的 风吹草动 若真遇到惹不起的强敌 还能随时撤退 就在此时 天空中的水幕晃动了一下 紧接着 一道淡蓝色的身影 迅速地从天空中坠落下来 嗯 又有人来了 散落在山巅各处的修士 纷纷抬头望去 裂锋也眯着双眼 散开神室 在这个人的身上一扫 地缘静六众 嘿嘿 裂锋咧嘴一笑 扬声道 兄弟们 有肉吃了 山谷中的修士 并不知道苏子墨的身上 没有盘龙令 裂锋这支队伍 看到落单的修士 还是葛六接地先 根本不会放过 不少修士纷纷站起身来 望着半空中的这道身影 目光凶残 好像要将苏子墨生吞活泼了 苏子墨在半空中 居高临下 自然也看到裂锋等人 但他经过水幕之后 便笼罩着一层淡蓝色的光照 包裹着他的身体 他无法控制身形 只能任由自己坠落在这座山巅之上 周围群狼环似 当苏子墨脚踏实地的瞬间 身上的这道淡蓝色光照 也悄然溃散 化于无形 大战一触即发 第2110章各显神通 列锋剑已经有人准备动手 他坐在石头上 摆了摆手 道 别着急 他又跑不了 我先来问几句 苏子墨神是一动 就将周围的情况 探查了个七七八八 一百多个地仙 而且有大半都是九阶地仙 打 当然可以 但没必要 他如今是六阶地仙 一旦与这群人大战 必然会曝露许多底牌 他来参加仙宗大选 只要拿到足够的盘龙令就可以 外面有数百万的修士盯着 他不想曝露太多 更何况 他刚刚抵达此壁 对周围的环境都不熟悉 没必要上来就与这群人人血拼硬汉 比一个六阶地仙 也跑来参加仙宗大选 列锋斜眼看着苏子墨 挑眉问道 是 苏子墨道 但我的身上 没有盘龙令 没有盘龙令 谁信啊 这样的鬼话 也想要蒙混过关 周围的修士纷纷大笑 神色轻松 列锋唯唯皱眉 又问道 先宗大选都快结束了 你怎么才进来 就是因为中途进来 所以才没有盘龙令 苏子墨没有隐瞒 实话实说 列锋痴笑一声 神色不屑 他自然不会相信 苏子墨说的话 正要摆手 让周围的修士动手 只见苏子墨目光大盛 突然抬脚一跺 通龙 刹那间 地动山摇 整座山峰在这一刻 都在微微晃动 山体上无数的岩石滚落 尘埃四起 正在山巅上的 众多修士猝不及防之下 都是一个猎妾 吓了一跳 就在这刹那之间 苏子墨身形一动 从诸多修士的包围之中 冲了出去 速度快得惊人 这些修士见苏子墨只是个六阶地先 自然存了轻视之心 根本没想过他能逃走 所以 众人的阵型 有些散落 这座山峰晃动剧烈 众人的站位又变得零散许多 被苏子墨抓到时机 冲过十几个人的包围 急驰而去 给我拦住他 裂风大怒 大吼一声 周围的修士也瞬间反应过来 纷纷动身 祭出各种各样的法宝 朝着苏子墨的前方阻拦过去 山谷中 剩下来的这些修士 自然也没有哪个是一羽之辈 有的释放身法秘术 有的祭出法宝 有的催动仙法 各显神通 苏子墨虽然冲出第一层的包围 但很快 又被旁边冲过来的修士阻拦下来 前有堵截 后有追兵 半空中 还有诸多神通法宝降临下来 眼看着苏子墨已经没有退路 他的身形一闪 竟然从原地消失不见 等他再出现的时候 已经来到包围圈的外面 神通法宝全部落空 盘龙山脉上 呵呵 这人反应倒是挺快 但也没什么用 还是逃不出去 修为境界 人数上都差太多了 想要冲出包围 哪有那么容易 咦 人呢 众多修士正在议论之际 却发现苏子墨突然消失不见 快看 在那 好像逃出去了 刚才发生了什么 人群中掀起一阵阵声浪 山外上空 四片祥云之上 看到山谷中苏子墨显露出的这道身法 白海天仙 天渊 杨若须和清风天仙四人都是眼前一亮 这道身法倒是不错 虽然比不上瞬移 但与疑形换位类似 天渊 天渊微微汗手 清风天仙摇头道 也只能出其不意罢了 若是对方有了防备 这道身法的用处不大 白海天仙摇着折扇 悠然道 据我所知 猎风每到一处 都留有后手 真正的杀鸡 还在后面 杨若须道 不管怎样 这个人从目前为止的表现来看 无论是反应 出手 判断 都很不错 若是换作其他人 陷入裂缝这支队伍的围困之中 连第一层包围 都未必能冲得出去 盘龙山谷之中 苏子墨冲出包围之后 全力及持 直接爆发出纵地金光 飘渺之意 天足通等诸多神通秘法 在飘渺之意上 还环绕着一道道雷光电弧 山洞之间 泛起风雷之势 这是太虚雷诀中的风雷语义 虽然苏子墨只是六阶地仙 但这么多的秘术神通爆发 他的速度上升到一个极为恐怖的层次 瞬息千里 追在后面的 虽然都是八阶地仙 九阶地仙 但与苏子墨之间的距离 却在逐渐拉开 即便是身法最快的裂缝几人 最多也只是暂时掉在苏子墨的身后 还不至于被落下 裂缝盯着苏子墨的背影 神色冰冷 嘴角微翘 突然捏动法觉 神势已动 与此同时 正在急迟的苏子墨 心中警罩一闪 近鬼使神差搬顿住身形 改变了方向 朝着另一侧奔行 就在他原本将要经过的前方 地面上突然升起一张巨网 上面缠绕着根根尖刺 闪烁着幽光 明显涂抹了剧毒 若是苏子墨没有改变方向 必会被这张毒网锁情 而如今 苏子墨方向转变 这张毒网立即落空 裂缝大皱眉头 冷痕一声 却没有停下脚步 继续追赶 苏子墨正在奔行之间 突然心中一动 毫无预兆再度转变方向 朝着旁边的一株参天古树撞了过去 哼 这股参天古树被苏子墨拦腰撞断 山谷外面围观的众多修士 根本不清楚苏子墨在干什么 在众人看来 这样的动作 完全是多此一举 反而会让自己的速度降下来 但很快 众人就发现异常 这株参天古树断裂之后 还伴随着一道身影 被撞飞出去 在半空中吐着鲜血 跌落在远处的泥土之中 细入油丝 神色萎靡 这里也是裂锋布置的后手杀招 这个杀手埋伏在这附近 与这株参天古树融为一体 旁人根本探查不出来 但没想到 这个杀手还没等出手 苏子墨先将他撞飞 看似简单的一撞 这个杀手浑身的骨头 都被苏子墨撞得粉碎 这个杀手眼看着苏子墨追杀过来 吓得魂飞魄散 连忙寄出盘龙令 整个人一道漩涡吸走 留下了一枚盘龙令 苏子墨身形不作停留 顺手抄起盘龙令 继续及持 很快就来到山脚下 将裂锋等人甩在身后 第二千一百一十一张猫猪老鼠 天哪 这人的身法好快 这就让他逃出去了 哪有那么容易 释放出这么多神通秘法 消耗之大 难以想象 继续追杀下去 此人元气枯竭 就是他丧命之时 这一次 盘龙山脉上的数百位修士 几乎都被山谷中的这一幕所吸引 不少修士出于对弱者的同情 也暗自紧张 替苏子墨捏一把汗 半空中 天云摇头道 这样下去不行 这片区域到处都是丛林灌木 他的速度发挥不出来 不可能彻底摆脱裂锋等人的追杀 就在此时 只见山谷中的苏子墨 在转过一处山脚之后 突然摇身一变 身形苏小成一只渺小的虫椅 在石凤中缓缓爬动 七十二变 杨若须微微皱眉 心难以生 这个选择 有些冒险 若是动用七十二变 变化成草木昆虫 自然可以隐藏行机 但也意味着 失去了之前的那种速度爆发 变化成虫椅 就要像虫椅一样 在地上爬动 一旦被人堪破 等于没有退路 将会再度陷入凶险之中 没过多久 猎锋等人就追到此地 却发现已经彻底失去苏子墨的踪迹 怎么回事 有人问道 猎锋大皱眉头 陈寅道 他不可能逃得这么快 仔细搜查一下 他是不是在附近隐藏着 众人连忙散开神势 在附近窄窄细细地搜查 没有错过任何飞禽走兽 草木昆虫 只是 众人仍是没有发现苏子墨的下落 这期间 有修士的神士 从苏子墨幻化的虫椅身上掠过 也没有发现异常 正常来说 若苏子墨动用大神通七十二变 虽然幻化成虫椅 但有神通痕迹和气息 就必然会露出破绽 但苏子墨如今所使用的是三宝玉如意 这番变化 可以算得上是瞒天过海 逗留许久 后续的一百多位修士都追赶上来 裂锋等人也没有寻找到苏子墨 裂锋首领 估计这人已经逃远了 有人说到 裂锋骂了一声 真特麻晦气 哪里钻出来这么一个小子 有点大意了 下次若是再遇见 我绝不会放过他 现在怎么办 另外一人问道 走 先离开这里 裂锋看了一眼远处的方向 似乎有些忌惮 挥了挥手 带着一百多位修士离开此地 这片丛林 很快恢复平静 盘龙山脉上 数百万修士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幕 就在刚刚裂锋等人搜查这片区域的时候 所有人都通过水目看得清楚 苏子墨幻化出的那只虫椅 就在裂锋等人的不远处 但双方就这样错过去了 不少修士竟常输一口气 这样的结局 不但超出山脉中数百万修士的预料 就连半空中四大仙宗的修士 也大胆意外 出手 突围 躲避杀机 撞飞埋伏的刺客 夺得盘龙令 最后瞒天过海 这一连串的动作 至今回想起来 仍是感觉有些惊艳 这个众人眼中落地之后 必死之人 非但没有死 还得到了一枚盘龙令 这也意味着 只要这个人小心一些 至少能在山谷中保住性命 不错 天渊唯唯汗手 天渊的话不多 能得到这样的赞赏 已经很是难得 杨若须也点点头 道 其他不说 只是这种反应和判断 就能看出此字的天赋 确实不同寻常 山谷之外 所有人都不清楚 苏子墨所显露出来的手段 只是他的冰山一角 或者说 连冰山一角都算不上 只可惜啊 白海天仙摇了摇头 轻笑道 这个人还是要出局 怎么 清风天仙问道 你们看 那是谁 白海天仙指着水墓之上 距离苏子墨不远处的一道身影 众人一看 这道身影身穿红色净装 脚踏红云靴 踏剑而行 脑后的马尾微微飘动 正是这次仙宗大选中最强大的地仙之一 赤红郡主 杨若须微微摇头 面露万席 道 这人气运不好 刚刚摆脱狼群 却又被赤红盯上 白海天仙笑道 这大半年观察下来 剩下的这些地仙之中 若论身法速度 赤红郡主排在第一 这个人的身法速度再快 也比不过赤红郡主 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一场猫捉老鼠的好戏了 盘龙山谷之中 等猎风等人离去许久之后 苏子墨幻化的重椅 才重新显化成人形 恢复成病奄奄的青年模样 与此同时 苏子墨心中一动 朝着另一个方向看了过去 那边正有一道红光急迟而来 眨眼间来到镜前 顿在半空中 居高临下 俯视着苏子墨 苏子墨微微皱眉 他方才也感受到 这附近有人窥视 只是一个人 他并不在意 准备出手 将此人的盘龙另夺过来 但没想到 这个人竟然是山谷中最为强大的地仙之一 赤红郡主 赤红郡主是九阶地仙 就算比不过云庭 天赋战力也绝不会差 更何况 双方差距三个境界 若是与之一战 怕是会颇为棘手 曝露太多 哥哥 就在苏子墨沉吟之时 这位赤红郡主突然笑了一声 道 你这人胆子真大 六接地仙 就敢参加仙宗大选 刚刚还变化成一个小虫子躲过一劫 方才的一幕 是红郡主都看在眼中 猎风等人如此迅速地离开 其实也是因为察觉到他的存在 你把盘龙令交给我吧 我不伤你 赤红郡主 青笑道 看你病奄奄的 我这随便出手 可能你就没命了 苏子墨面无表情 抱拳道 树难从命 说完 苏子墨不说一句废话 转身就跑 再度释放出纵地金光 天足通 飘渺之意 风雷语意等诸多神通秘法 速度直接催动到极限 哥哥 赤红郡主忍不住笑出声来 道 有趣 有趣 居然想要跟我比速度 若是能让你逃走 那可真是见鬼了 一边说着 赤红郡主的脚踏飞溅 整个人化作一道赤色红光 朝着苏子墨追赶过去 赤红郡主的盘龙令早已足够 在山谷中经呆了大半年 杀来杀去 已经有些乏味了 如今 居然有个六阶小弟先要跟他比拼身法 让他大感兴起有趣 赤红郡主嘴角微微上扬 面露笑意 眼中闪过一抹信誉 决定要好好跟这个六阶小弟先玩玩 第2112章突然暴走 苏子墨催动元神 借助诸多神通秘法 一路狂奔 他的境界 虽然是六阶弟先 但在纵地金光 天足通 飘渺之意 风雷雨意的加持之下 爆发出来的速度 连绝大多数九阶弟先都难以追赶 但苏子墨跑了一会儿 却发现根本没有甩掉赤红郡主 赤红郡主的身形 与他脚下的飞剑几乎融为一体 破空即尺 只能看到一道红光闪过 速度快得惊人 就连外面观战的众多修士 稍不留神 都容易丢失赤红郡主的踪迹 苏子墨建议时间难以甩掉赤红郡主 便再度顾忌重施 催动三宝玉如意 摇身一变 幻化成一只山雀 混入一群山雀之中 在树林中穿行 身后的赤红郡主 似乎也突然消失了踪迹 突然 苏子墨心中紧照一闪 只见头上一片阴影笼罩下来 一只巨大的苍蝇俯冲下来 目光锐利如见 盯着山雀群中的苏子墨 狠狠地抓了下去 周围的山雀 吓得一轰而散 哼 苏子墨知道已经曝露 瞬间恢复人身 继续朝着远处及时 哥哥 赤红郡主轻轻一笑 也显露出身形 再度追赶过去 两人一前一后 相互斗法 这期间 苏子墨利用三宝玉如意 幻化出各种飞禽走兽 草木昆虫 却始终没能逃出 赤红郡主的感知 赤红郡主也随之变幻 以各种各样的生灵 猎杀苏子墨 这番变化之复杂 令人眼花缭乱 两人之间的追逐斗法 虽然始终没有正面交锋 但在外人看来 却更加刺激凶险 盘龙山脉上的众多修士 都瞪大了双眼 允气凝神 即便如此 不少修士人会经常失去 苏子墨和赤红郡主的踪迹 人群中 不时响起一阵呼喊声 询问两人的下落 清风天仙扶掌而笑 道 这小子遇到赤红郡主 真算是他气运不济了 赤红郡主也有这个兴致 居然陪这个小子玩了这么久 白海天仙摇善笑道 杨若须微微摇头 万席道 此子已六接力仙的修为 达到这样的身法 已经很不容易 只是被赤红郡主盯上 才 山谷之中 苏子墨意识道 他已经被赤红郡主的契机锁定 就算有三宝玉如意变幻莫测 也无法摆脱对方的纠缠 苏子墨停下脚步 转身看过来 熙熙 赤红郡主显化出身形 一脸捉瑕地看着苏子墨 笑道 六接小弟仙 你怎么不跑了 不知郡主追着我做什么 苏子墨皱眉道 我刚刚来到这山谷中 身上的盘龙令也只有一个 对郡主而言 根本不足为道 苏子墨来到这山谷之中 什么都没做 就被列封这支队伍追杀 如今又被赤红郡主盯上 一路奔行 他的神色 不经流露出一丝不耐烦 语气也没有多少尊敬 哼 赤红郡主微微绝嘴 道 你可六接小弟仙 以为在跟谁说话 告诉你 别人求我赤红去追 我还懒得理呢 赤马 在下真是受宠若惊 苏子墨不嫌不淡地说了一句 赤红郡主大度地摆摆手 道 原本想着陪你玩玩 就将你的盘龙令抢走 不过 这一路行来 本郡主看你天赋真是不错 就此你一番机缘 从今日起 你就跟着我 做我的小跟班 无 还是小侍卫好听些 当然 我也不会亏待你 我会帮你抢到足够的盘龙令 然后 你要跟我拜入同一个仙宗 要听我的话 知道吗 赤红郡主自说自话 还煞有其事地叮嘱着苏子墨 苏子墨强忍着翻白眼的冲动 审声道 郡主抬爱了 在下性情乖张 不服管教 当不得别人的侍卫 还请郡主另找高明 说完 苏子墨头也不回地离去 刷 赤红郡主身形一闪 就已经来到苏子墨身前 拦住他的去路 第一 你这人怎么回事 赤红郡主语带诱惑地说道 看你的身体 似乎大病未愈的 肯定是缺少不平 到时候 我去王宫之中帮你寻点宝物 补补身子 肯定能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 郡主若是没有其他事 就别挡到 苏子墨的语气 越发不耐烦 哼 赤红郡主见软得不行 也有些生气 磨着一对人小虎牙 威胁道 你这人真是不是好歹 你打又打不过我 逃也逃不掉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把你的盘龙令抢过来 赤马 苏子墨唯唯抱拳 淡淡道 郡主告辞 有缘再见 说完 苏子墨再度释放出诸多神通秘法 朝着远处急迟 哼哼 赤红郡主冷笑道 你还想逃 话音未落 是红郡主再度幻化出一道红光 朝着苏子墨追赶过去 这一次 他不想再玩下去了 动用全力 两人的距离再缓缓接近 突然 苏子墨的身后 生长出一对人巨大的金色羽翼 流光一彩 弥漫着强大的神通气息 呼 这对金色羽翼煽动 卷起一阵风暴 刹那间 苏子墨的速度暴涨醋背 眨眼间 从原地消失不见 化作一道金光破空而去 大鹏羽翼算是苏子墨最强大的底牌之一 他原本没想曝露 但这个赤红郡主实在难缠 苏子墨不愿跟他纠缠 直接祭出天赤神通 远更而去 赤红郡主一脸错愕 又很快反应过来 爆发出全部的气血修为 不断追赶 但没过多久 他就彻底失去了苏子墨的踪迹 竟然 追丢了 赤红郡主站着半空中 有些发愣 神色茫然 一时间还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怎么回事 刚才发生了什么 那个小侍卫怎么突然暴走了 赤红郡主一脸迷惑 他本以为 这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没想到 这只老鼠突然长了翅膀 直接飞得没影了 别说身在局中的赤红郡主 就连山谷外的人群中 都引起一片哗然 人呢 跑哪去了 不知道 一瞬间跑没影人了 声浪阵阵 连高空中的四大天仙强者 都是眼前一亮 此字的身法 真是 白海天仙欲言又止 这样的身法 已经不能用过人之处来形容 善 天渊微微汗手 冷峻的脸庞 露出一丝笑意 杨若须也流露出赞赏之色 连江苏子墨扔进人群中的清风天仙 此时的态度 都有了转变 第2113章 此子是谁 只是逃命厉害些 我看也不算什么本事 乾坤书院的陆文斌 在后面嘀咕了一声 他之前曾与苏子墨有过短暂的冲突 又落了面子 自然对苏子墨处处都看不顺眼 杨若须微微摇头 反问道 地缘近六众 能有这样的身法速度 甚至还要超过赤红郡主 这还不算本事 比能比得过 杨若须的这句话 带着一丝教训的口吻 其实就是让陆文斌谦虚一些 不要目中无人 陆文斌心中不愤 脸色胀得通红 争辩道 师兄 话不能这么说 他身法再快有什么用 咱们先宗大选 又不是比拼身法的试炼 我当初被选入书院之时 是靠着自己的战力 一路拼杀出来的 再者说 先宗大选的规矩摆在那里 需要足够的盘龙令 才能成为最后的胜者 他即便靠着这种身法能活到最后 也没有盘龙令 也入不了四大先宗 白海天仙轻笑道 你这位师弟说的倒也没错 杨若须沉默不语 若山谷中的这人 夺不到足够数量的盘龙令 就算他心中连财 先宗大选的规矩也不能破 山谷之中 过了一会儿 是红郡主渐渐缓过神来 不禁跺了跺脚 磨着小虎牙 戏鼓鼓地说道 你逃吧 还剩一个月 在这山谷之中 我就不信 我抓不到你 说完 是红郡主也离开此地 另一边 苏子墨彻底摆脱 是红郡主的纠缠之后 连续转变几个方向 便渐渐放缓速度 他的目的是要夺取盘龙令 还剩下一个月 时间足够 这个阶段 不像是先宗大选最初之时 随处都能碰见修士 大战无时无刻都在进行 如今只剩下一千多人 可能四处搜寻许久 都看不到人影 像是有些已经拿到足够数量盘龙令的修士 出于谨慎 就会选择寻找一处隐蔽地点植服起来 耗尽最后的时间再现身 这一部分修士 就更找不到了 苏子墨在山谷中转了将近半天的时间 终于再次遇到一个修士 这是一个落单修士 而且此人的修为 是地缘近七重 这一次 苏子墨没有逃 他想要寻找的目标 就是这类修士 独自一人 修为不高 他可以轻松将其解决掉 夺取对方的盘龙令 又不会暴露太多手段 对面的这个七接力先看到苏子墨之后 突然变得极为紧张 神色戒备 但探查过苏子墨的修为境界之后 此人长输一口气 没想到 竟然能在这里遇到一个六接力先 真是我的运气 这位七接力先好整以暇地看着苏子墨 撇了撇嘴 道 小子 把你的盘龙令交出来 我留你一命 好啊 我留你一命 苏子墨也说了一句 话音未落 身形一动 整个人就已经冲了过去 命子刚刚落下 苏子墨就已经来到这个七接力先的身前 速度太快了 两人静在咫尺 你 这个七接力先心神大战 只来得及开口说出一个字 便被汹涌而来的气势 将剩下的话 全部堵了回去 这个七接力先 在瞬息间产生一种错觉 冲过来的根本不是什么六接力先 而是一头恐怖的上古凶兽 要将他一口吞噬下去 只见这头上古凶兽 探出猙獰鸣锋利的爪子 朝着他抓了下来 此时 想要凝聚神通仙法 已然不及 就连除雾带中的法宝 都来不及寄出来 这个七接力先只能下意识地抬起手臂 向上抵挡过去 砰 苏子墨的手掌 落在此人的双臂上 咔嚓 紧接着 鼓烈声响起 这个人的双臂 被苏子墨一掌暗断 巨大的力量 冲破双臂的阻拦 落在这个人的胸膛上 直接将其打飞猝时丈远 这个七接力先倒飞出去 苏子墨如影随形 就跟在他的身后 目光冰冷地望着他 此人原本还想要吃些丹药 稳定伤势 再逃离此地 但与苏子墨的目光一对 不惊吓得魂飞魄散 他连忙拿出盘龙令 催动盘龙令上的保护光照 整个人被水墨漩涡拽离山谷 这个人离开之后 他身上装有盘龙令的储物袋 血腊在山谷之中 直接炸裂 醋石枚盘龙令散落出来 漂浮在半空中 苏子墨大秀一挥 将这醋石枚盘龙令收入囊中 神色不变 转身离去 以他的手段 想要杀掉刚才那个人 再夺取盘龙令 自然也是轻而易举 只不过 两人萍水相逢 无冤无仇 苏子墨不是滥杀之人 只是为了先宗大选 就取人性命 那他与时绝育中 那些不择手段的嗜血之人 也没什么分别 这就赢了 未免太容易了吧 那德七接力先大义了 否则也不会让此人 抢占了先机 李说这人运气不好 也确实不好 遇到猎风等人包围 又遇到赤红郡主 要说他运气好 也确实不错 居然遇到了山谷中 所剩不多的七接力先 只得到醋石枚盘龙令 距离一千八百块 还远着呢 随着时间临近 大致的人选 已经确定下来 变数不多 所以 不少修士的注意 都落在了苏子墨的身上 还要看看这个六接地先 究竟还能撑多久 软 天渊话不多 依旧只有一个字 但白海天仙等人 却听出了他的意思 这个软 是指心软 不够强硬 不够杀法果爵 不够心狠手辣 在凡尘俗事中 这自然是不错的品质 但在修真戒中 若是心软 就容易生出多余的祸端 杨若须摇头道 也不尽然 做事留有一线 没有赶尽杀绝 至少也不会与人结下太多仇怨 不会树立什么墙笔 清风天仙道 继续看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 此子想要夺取盘龙令 将会越来越难 剩下的七接地先越来越少 他必将面对八接地先 甚至是九接地先 杨若须突然问道 此子是谁 众人茫然 有修士四下问了一圈 都没有人知道此人的姓名 此时盘龙山墨的众人 还没有意识到 他们扔进山谷中的 这个看似并奄奄的青年 是个什么样的人 而在不久之后 所有人对这个青年的印象 都将彻底颠覆 第2114章神秘信间 日月静 苍宇城 上次来这边探查 十三个行路未遇害之事后 原左郡王就没有离开 而是在苍宇城战时歇了下来 他此时居住的虽然也是郡王府邸 但比曾经在青云城的府邸 相差悬殊 这也没什么办法 自从两千多年前 他遇到了那个人之后 命运轨迹就开始转变 准确来说 是从云端跌落到谷底 按照正常的轨迹 他得到玉符 就有机会得到一部禁忌秘典 他修炼这部秘典 必定可以踏入真一境 成就真仙 那时候 他在众多郡王郡主中的地位 将再度攀升 仅次于静王世子和秦仙梦遥 有了这部禁忌秘典 他的战力暴涨 甚至将来有望扬名久消 但一切都毁了 毁在一个叫苏子墨的下界修士手中 他失去了清云郡 失去了父王的看重 失去了一具分身 失去了曾经的地位 几乎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切 幽暗的大殿之中 原左郡王独座其中 脸色比周围的光线还要阴沉 这些年来 他不敢停下脚步 一旦他静下来 就会陷入无尽的痛苦怨恨之中 不自觉地想起曾经拥有的权力和地位 想起那个让他恨之入骨 咬牙切齿的下界修士 两千多年的时间 原左郡王始终没有放弃搜寻苏子墨的下落 但让他无法理解的是 苏子墨竟好像凭空消失一般 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 即便当初以风残天那样的修为 逃离大境 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这个苏子墨才刚刚踏入地先 他怎么可能离开大境 原左郡王有种直觉 苏子墨就在大境之中 根本未曾离开 可他若还在大境 这两千多年的时间 他究竟躲到哪里去了 行路为遍布大境先国的每个角落 又有大境的通气追杀令 他怎么可能躲藏两千多年的时间 就在此时 大殿外转来一阵急促慌乱的脚步声 殿 殿下 一个行路未匆匆忙忙地冲了进来 什么事 原左郡王微微皱眉 这个行路未扬着手中的一纸信件 道 有人将这纸信件交给属下 让属下转交给您 让您亲自打开 什么人 原左郡王追问道 不 不清楚 行路未知无这说道 不清楚 原左郡王目光一冷 这个行路未下的浑身一颤 连忙解释道 属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觉得意识恍惚一下 紧接着手中就多出了这个信件 随后 有一道声音在属下脑海中响起 让属下将信件交给殿下 并且让殿下亲自打开 这个行路未说起此事 神色仍是惊疑不定 有些迷茫 道 从始至终 属下都没有看到人 我又追问几句 也没有回应 就这些 原左郡王皱眉问道 啊 这个行路未似乎想到什么 连忙又道 这道声音还说了 殿下肯定会对信件上的内容感兴趣 哦 原左郡王心中冷笑 道 拿过来 我倒要看看 是谁在故弄玄虚 这信件上能有什么内容 这个行路未双手托着信件 恭恭敬敬地递了上去 原左郡王接过信件 刚要撕掉风口的火气印 却突然心中一动 又递回给身前的行路未 淡淡地说道 你帮我打开 但不要看里面的内容 这个行路未心中意涵 他自然能看得出来 原左郡王这是担心这只信件的风口中 埋伏着什么杀鸡凶险 才让他来世 他虽然看出原左郡王的用意 却不敢反抗 只能硬着头皮 试去风口的火气印 抽出里面的一叶信纸 整个过程中 没有任何变故发生 这个行路未也吓出一身冷汗 长舒一口气 原左郡王面无表情 将这叶信纸拿过来 打开来 只是随便扫了一眼 不经神色大变 这个行路未偷偷抬头看了一眼 只见原左郡王盯着手中的信纸 神色不断变换 阴晴不定 也不知道信上究竟写了什么 这个行路未隐约看到 这张信纸的背面 似乎画了一个人像 但大半都被原左郡王的手掌盖着 也看不真切 半晌之后 原左郡王缓缓道 让孤星统领来见我 停顿少许 原左郡王又道 尽快 遵命 这个行路未连忙转身离去 不多时 行路天位统领孤星抵达匆匆忙忙地进入大殿 陈生问道 殿下 出了什么事 你看一下 原左郡王将这叶信纸递给孤星 孤星看了一眼 也是神色一变 惊呼出声 苏子墨 他竟然已经离开大境 正在盘龙山脉参加先宗大选 这信是谁写的 消息来源可靠吗 孤星连忙追问道 是谁写的不清楚 原左郡王深深皱眉 摇头道 消息是否可靠 也无从判断 但这个信上的内容 却说得煞有其事 甚至有很多细节都能对应上 信上说 苏子墨懂得一种变化之道 可以长时间地改变容貌 所以才能在大境潜伏2000多年之久 而如今 苏子墨就变换成一个大病未遇的青年 正在参加先宗大选 信的背后 还有这个青年的画像 虽然画得很一般 但服饰体态轮廓 五官特征都已描绘出来 若见到真人 一定能辨认出来 就在原左郡王谈论之际 孤星手中的信纸 突然毫无预兆地燃烧起来 两人连忙施法 想要将这信纸上的火焰熄灭 但都毫无效果 转眼间 信纸化为灰烬尘埃 消散在半空中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这 原左郡王和孤星两人对视一眼 都能看出对方内心的惊惧 这个写信之人的手段 神鬼莫测 远在两人之上 大殿中 突然安静下来 取久之后 孤星问道 殿下怎么看 原左郡王威为握拳 审声道 您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既然得到这个消息 就得去盘龙山脉 看个究竟 如果等先宗大选结束 这个苏子墨真 拜入了四大先宗 再想要对付他 就不好出手了 孤星也点点头 道 就算消息不对 咱们最多也只是白跑一趟 没有什么损失 不过 盘龙山脉已经不属于我大进的管辖 即便咱们出面 怕是也不好应付 嗯 原左郡王陈寅少许 道 你先下去召集行路 喂 我传一道讯息就走 先宗大选快结束了 咱们即刻动身 不要耽搁 第2115章局势变化 盘龙山脉 先宗大选仍在持续 随着时间的推移 山谷中剩下的修饰也越来越少 出乎绝大多数修饰的意料 那个原本应该很快就被淘汰出局的六阶地先 并未离开 相反 这个并奄奄的青年到了山谷中 好像突然变得活蹦乱跳 精力充沛 一直在跑来跑去 几乎没有歇息 在进入山谷第一天 此人就逃出裂风众人的围剿 又在赤红郡主的追杀之下 逃出生天 随后打败一位七阶地先 得到猝食梅盘龙令 在第三天 此人再度遇到一位七阶地先 手段依旧简单 利用身法速度 打对方一个出其不意 又得到十几块盘龙令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这个青年遇到八阶地先 九阶地先 毫不迟疑 转身就逃 在这山谷中 连吃红郡主都追不上他 旁人更不行 每次都只能目送他离去 若是遇到落单的七阶地先 这个青年就会主动上前 与之厮杀大战 并且都能取胜 没有任何意外 但到了第十五天的时候 局势渐渐发生了变化 还剩下十多天 先宗大选即将结束 而山谷中的修士 只剩下五百多人 绝大多数都已经淘汰出局 剩下的这五百多人中 几乎都是八阶地先 九阶地先 而苏子墨已经有整整四天多的时间 没有遇到一个七阶地先 他的除雾带中 目前的盘龙令有三百多个 距离一千八百块的数量 还有不小的距离 不出意外 此人盘龙令的数量 应该不会有太大波动了 这也太难了 一位观战的修士说道 这个人身法这般强大 手段也不弱 还能跃及斩杀 却只拿到三百多盘龙令 另一人撇嘴道 一百年一次先宗大选 一次只选出一百人 这是什么概念 这意味着 整个神肖大陆上 每年只有一个地先 有机会伴入四大先宗 你说难不难 简直比登天都难 高空中 云雾涌动 仙气缥缈 杨若须摇头道 这样下去不行 想要得到足够数量的盘龙令 他必须要找八阶地先来厮杀战斗 山谷中的七阶地先 所剩无几 更何况 七阶地先身上的盘龙令 本来就不多 就算苏子墨将剩下的七阶地先 全部寻找出来 夺取对方的盘龙令 也很难凑足一千八百块 八阶地先 难 天渊环环土出几个字 想要战胜八阶地先 这是跨越两个小境界 难度倍增 而且 山谷中能支撑到现在的八阶地先 哪得不是手段强大 底牌众多 同阶相争 尚且胜负难料 更何况还要跨越两个小境界 清风天仙突然说道 此子的身法不错 挺适合在我御风观修行 适合有什么用 白海天仙倾笑道 此子若只得三百多块盘龙令 再适合 咱们也不能坏了规矩 嗯 就在此时 杨若须轻易一声 突然说道 此子遇上八阶地先了 这十多天 他遇上的八阶地先 九阶地先都数不清了 遇上大不了转身就逃 这有什么稀奇的 白海天仙摇着折扇 不以为然 没有逃 天渊神声道 白海天仙等人神色一动 纷纷凝神望去 只见山谷之中 那个并奄奄的青年 与一位穿着黄色长袍的中年男子对峙 却并未逃离 似乎准备动手 看来 此子也意识到问题所在 想要挑战八阶地先 来夺取足够数量的盘龙令 杨若虚道 清风天仙皱眉道 这个中年男子名为肖韵 实力极强 之前曾一战镇压过另一个九阶地先 嗯 这个肖韵的储物袋中 应该有八百多块盘龙令 白海天仙说道 此子想要以身法逃走 自然容易 但若想要取胜 却几乎没有机会 山谷中 肖韵望着不远处的苏子墨 神色激凤 清笑道 我们之前遇到过一次 你转身就跑 这次怎么不跑了 上次两人相遇 苏子墨改变方向 一路及时 根本没有与之交手的意思 肖韵追得差点吐血 也没追上 这一次 他再看到苏子墨 也不打算动身追赶了 这次不走 准备抢你的盘龙令 苏子墨微微摇头 也没有隐瞒自己的意图 坦然说道 哈哈 肖韵大笑一声 似乎有些不敢相信 反问道 就凭你 一个六接地先 这真不是他轻视苏子墨 他以地缘进八重的修为境界 支撑到现在 而且还夺到八百多块盘龙令 这本身就可以证明他的实力 肖韵甚至有越级击杀对手的战力 而如今 有个六接地先 一个比他低两个境界的修士 竟扬言要夺取他的盘龙令 这在他看来 这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刷 苏子墨二话不说 身形一动 眨眼间 已经来到肖韵的身前 抬起手掌 凝聚出大混员掌 朝着肖韵的天灵盖镇压下去 在之前的战斗之中 苏子墨几乎没有动用过肾麻密法战技 只是利用身法速度 打对手一个出其不易 战技单一 而如今 苏子墨数一出手 便是大混员掌 肖韵虽然在校 但其实精神高度戒备 时刻都在关注着苏子墨的一举一动 他能撑到现在 绝非侥幸 苏子墨的身法速度之快 就连他都有所忌惮 自然不会大意 就在苏子墨身形一动的瞬间 肖韵的手掌在储物袋上一抹 寄出一面巨大的盾牌 高高举起 砰 苏子墨的大混员掌 重重地拍腊在正面盾牌之上 发出一声问响 好家伙 肖韵浑身大震 半吸一口冷气 他虽然早有准备 却仍是被苏子墨这一掌 震得气血浮动 手臂发麻 与此同时 他心中也在暗暗窃喜 他这面盾牌可不寻常 可攻可守 在盾牌的表面 生有无促生有倒勾的尖刺 若是拍在身上 直接就能撕下来一大片血肉 苏子墨的手掌 爆发出如此凶猛的力量 拍在他的盾牌之上 这个青年的手掌 估计已经被洞穿刺烂 血肉模糊 震运抵挡下来这一掌 趁机贴了一眼 却唯唯一争 只见苏子墨的手掌 白皙如玉 没有半点受伤的样子 他在一看手中盾牌的表面 有一片手掌形状的尖刺 竟被生生抹平 第2116张北斗图线 这面盾牌 可是完美品杰的地仙法宝 此人是什么肉身 竟然如此可怕 骄运心中大惊 双方已经爆发大战 苏子墨再度出手 容不得他多想 骄运长笑一声 虽动其血 又从除物袋中拎出一柄巨斧 一手持盾 一手握斧 与苏子墨拼杀起来 骄运越战越是心惊 从始至终 苏子墨都没有动用什么法宝 只是赤手空拳 便将他彻底压制住 完全没有反抗的余地 他的盾牌和巨斧 与苏子墨的血肉之躯对抗 根本占不到半点便宜 双方只是交手七八个回合 骄运便觉得手臂酸胀 牙齿松动 渗出血迹 嘴里发弦 这个看似并奄奄的青年 举手投足之间 似乎有着无穷的力量 而且 每一拳 每一掌的力量 越发凶猛 浩瀚如海 似乎要将它吞没 冲击得尸骨无存 骄运无法想象 这样一个看似单薄 弱不禁风的身躯中 怎么会拥有如此可怕的力量 要知道 苏子墨如今是食品清廉真身 就算不动用血脉 也可以与先天地阶法宝硬汉 它修炼太虚雷爵 拥有雷霆之骨 就算不动用丝毫气血 一拳一脚的力量 也远超当年 这个骄运连血如海潮的境界 都没有修炼出来 比拥有雷霆之骨的青年真身 差得太远了 若非有两个小境界的差距 这个骄运连苏子墨一掌都抵挡不住 骄运又接下苏子墨几拳 浑身的骨骼都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动 再打下去 他的骨头都要散架 脏腑都会被震碎 好好好 骄运神色很利 抽空是去嘴角的血迹 恶狠狠地盯着苏子墨 道 我的这个底牌 原本是给其他几个地先强者准备的 既然你将我逼到这一步 就别怪我 言罢 骄运的手掌在储物袋上一拍 这是一个单独的储物袋 里面竟跳出来四道人影 这四道人影与人族类似 但浑身上下 都是以某种金属铸造包裹 闪烁着暗金色的光泽 傀儡 苏子墨微微皱眉 不错 骄运呵斥一声 给我缠住他 刺到傀儡分成四个方向 面无表情地朝着苏子墨扑了过来 苏子墨抬手一拳 打在一个傀儡的胸口 直接将其打飞 随后反手又是一掌 抽在另一个傀儡的侧脸上 降之抽出十几丈远 这两个傀儡迅速地爬了起来 其中一个傀儡的胸膛 都已经深深塌陷下去 差点被苏子墨一拳洞穿 另一个傀儡的脑袋 也被苏子墨的手掌抽得变形 但这两个傀儡仍没有任何影响 也感受不到什么疼痛 再度朝着苏子墨扑杀过来 这便是傀儡的可怕 没有疼痛 不惧死亡 而另一边 萧运得到喘息之机 吞下一把灵丹妙药 开始催动元神 运转先法秘术 祭出法宝 与四大傀儡联手 对苏子墨猛烈发动攻势 一时间 苏子墨陷入围困之中 似乎有些捉襟见肘 显向还生 毫无反抗之力 唉 山脉上 有修士叹息一生 真是可惜了 遇到萧运这样一个强敌 要不然 我看这个六阶地仙 有机会打败八阶地仙的 嗯 此人敢参加仙宗大选 确实有些手段 只可惜 还是支撑不住了 不少修士对于苏子墨的态度 已经渐渐转变 高空上 白海天仙摇头道 此子快要支撑不住了 若是没有其他的手段 再有十个回合 就会分出胜负 清风天仙道 可惜 萧运释放傀儡的瞬间 此子唯一的机会 就是避其锋芒 转身逃走 如今 他陷入四大傀儡的围困之中 又有萧运先术神通镇压 想要逃走都没有机会 杨若虚道 就算是九阶地先遇上萧运和这四大傀儡 恐怕都没机会取胜 站在杨若虚身后的陆文斌有些不服 唯唯冷笑 小声嘀咕道 不知天高地厚 就算没有萧运 也会遇上其他强者 早晚会被教训 就在此时 山谷中的战局 突然发生转变 只见那个病奄奄的青年浑身一阵 手中连续捏动法绝 在他的头顶上突然浮现出一片浩瀚的星辰图 这片星辰图 有大片的区域 都是暗淡无光 但只是亮着的区域 就已经足够震撼 漂浮着漫天繁星 洒落下来一万道星光 落在这个青年的身上 这个青年浑身上下 都迸发出璀璨星光 整个人宛如星空下的一尊神明 不可逼是 啊 这是什么 难道是血脉异象 不清楚 没看到此人催动血脉啊 山谷外转来一阵惊呼声 云雾众 四大天仙强者目光大盛 同时起身 望着山谷中的这一幕 神色震撼 这不是血脉异象 天渊缓缓摇头 这个星辰图 似乎是 清风天仙若有所思 应该是玄陵北斗图 杨若须审声道 对 清风天仙眼前一亮 吐口道 就是玄陵北斗图 没想到 传说中的这道星辰秘法 竟然重新出世 启禀白海师兄 就在此时 非仙门的一位弟子上前说道 前阵子曾有消息传来 确实有一位修士得到群星门的传承 随后这位修士就消失不见了 看来不会错了 白天天仙大笑道 应该就是此人 四大天仙望着苏子墨的目光 都带着一丝赞赏 像是看到宝一样 山谷中 苏子墨即出玄陵北斗图 战力大掌 再度出手 直接将两个傀儡从中间撕碎 剩下的两个傀儡也被他打得支离破碎 失去战力 转瞬间 局势逆转 萧运在无帮手 就只剩下独自一人 念对头玄玄陵北斗图的苏子墨 胜负已无悬念 苏子墨冲上前去 只是几个回合 便将萧运打败 将其储物带中的八百多块盘龙令 全部夺过来 萧运满腹委屈 他不认识什么玄陵北斗图 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好像突然间 自己稀里糊涂的就被一个六阶地先给打败了 盘龙山脉观战的人群中 也传出一阵阵惊叹 众多修士神情兴奋 都在激烈地讨论着 苏子墨倒是神色平静 这一战 看似打得热闹 来来回回 波澜起伏 其实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就连露出玄陵北斗图 也是他有意为之 这样做 一来不会暴露身份 二来还会露出一点本事 足够引起四大仙宗的重视 苏子墨若真想要打败萧运 可能一个回合就足够了 第2117张抢人 盘龙山末的上空 白海天仙轻摇折扇 笑道 算上萧运的800多块盘龙令 此则的盘龙令数量 应该超过1200块了 1241块 天渊开口 说出一个数字 没有人怀疑这个数字的真实性 天渊话不多 但却始终关注着苏子墨 杨若须微微汗手 道 他有玄陵北斗图相助 既然能跨越两个小境界打败萧运 在这山谷中 想要凑足1800块盘龙令 并非难事 在四人眼中 以苏子墨如今展现出来的手段来说 足以躋身最后的100个人之列 等先宗大选结束 这个青年夺取的盘龙令数量 可能不是最多 但在某种程度上 此人展现出来的天赋 甚至还要超过其他人 绝不弱于赤红郡主或是云雷郡王 这个人只是六阶地先 潜力太大了 在四大天仙看来 这个青年才是这次先宗大选中 最为出色 最为耀眼 最值得收入宗门的修士 清风天仙突然说道 诸位 我方才就说过了 此子身法出众 最适合在我御风观修行 这个人 三位道友就不要跟我争了 清风道友 若是我没记错 你当初对他可是颇为不屑 还将他扔在裂锋那支队伍当中 最希望他尽早出局 杨若须唯唯冷笑 望着清风天仙 激凤道 怎么 现在又想将他招入御风观 杨兄说笑了 清风天仙面不改色 道 我当初这个举动有我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考验他 让他显露出真正的本事 并没有什么恶意 这样信口胡作的话 清风天仙说出来 脸不红心不跳 神色淡然 呵呵 白海天仙倾笑道 清风道友 你这样说给人家听 人家也未必会信 要我看 此子最不可能败入宗门 就是你御风观 哼 清风天仙傲然道 败入御风观 对他而言的提升最大 可以将他的优势 发挥到极致 他是聪明人 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 未必 沉默许久的天渊突然开口 道 此子肉身还行 近战厮杀也颇有章法 山海先宗在四大先宗之中 炼体最强 此子若败入我山海先宗 修炼顶级的炼体功法 学习高明的近战技法 才对他帮助提升最大 天渊很少说话 素来习自如今 没想到 如今为了争夺苏子墨 竟开口说出这么一大段话来 杨若须微微摇头 道此子先法秘书的手段匮乏 而乾坤书院的先法秘书众多 依我看 加入乾坤书院才是正途 苏子墨盘龙令的数量 虽然还没有达到一千八百块 但四大先宗的这几个主事之人 已经开始抢人 四人都清楚 不出意外 这个青年肯定能夺得足够数量的盘龙令 刷白海天先将折扇打开 笑着说道咱们先别争了 还剩下十几天的时间慢慢考虑 既然大家都对此子有益 这最后的选择权 还是要落在此子身上 就在此时 远处有一众修士及时而来 为首的两人气息强大 杀气腾腾 来者不善 快看 大进先国的元左郡王来了 这次先宗大选真是热闹啊 算上元左郡王 三大仙国都有郡王郡主的人物降临 元左郡王的身后还跟着一百多个行路地位 似乎来者不善啊 盘龙山脉上的不少修士望见远处的动静 窃窃私语 白海天先 杨若须四人自然也早就看到元左郡王 只不过 四人都是面无表情 没有起身 元左郡王已非当年 郡王子四众多 一个没有领地的郡王郡主 远远比不过他们这些人 他们四人能代表宗门来主持先宗大选 就足以证明在宗门内的地位 就算是面对当年权倾一时 地位尊贵的元左郡王 他们与之也是平背论交 没有什么尊卑之分 元左郡王来与孤星并肩 带着一百一十二个行路地位来到盘龙山脉上空 居高临下 在山谷中来回巡视 搜寻着目标 殿下快看 在那 少许之后 孤星神色一动 指着水墓上的一道身影 突然说道 元左郡王顺着孤星的所指看去 目光一鸣 在山谷之中 果然有一个脸色枯黄 看上去大病未遇的青年 与两人看到性质背后的人像几乎一样 在这之前 元左郡王还曾怀疑过 那指信奸是否会是一个什么陷阱 或是有人在戏弄他 但是到如今 他的心中 已经相信了大半 殿下 要不要出面问四大仙宗要人 孤星神是传音问道 先别急 元左郡王深吸一口气 镇定星神 传音道 先让人四下问问 打听一下这个青年的来历 这件事非同小可 盘龙山脉上上下下数百万修士 众目睽睽 若真出了差错 他丢不起这个人 也承担不起这样的损失 顾星连忙传音 是以身后的行路未下去打听 没过多久 众多行路未将收集到的信息反馈回来 顾星道 这人来历不明 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 此人是十多天前 突然出现在此地 中途参加先宗大选 还懂得群星门秘术 他的身法速度很快 据说懂得一种金色羽翼的神通 比赤红郡主的身法速度还要快 金色羽翼 元左郡王心神一阵 他曾见过苏子墨释放过这种手段 其实 听到前几个信息 元左郡王几乎就可以断定 山谷中的那个青年 就是他苦苦寻找的苏子墨 只不过 这才两千多年未见 苏子墨竟然修炼到六阶地先 修炼速度如此之快 让他一时间有些无法接受 殿下 应该就是他 孤星审声道 好 好 好 元左郡王目光阴朗 盯着山谷中的那道身影 咬牙道 苏子墨 我终于将你找到了 你差一点就成功了 只可惜 我还是快你一步 元左郡王威威冷笑 沈声道 走 朝四大仙宗要人 第2118章新生一季 元左郡王和孤星带着众多行路 为纷纷腾空 来到四大仙宗的阵前站定 在下大静元左 见过几位道友 元左郡王威威拱手 对着白海天仙等人打了声招呼 他看着白海天仙的目光 稍微热情一些 毕竟 白海天仙是非仙门的内门弟子 而孟瑶是非仙门的真传弟子 他与孟瑶又是姐弟的关系 从这一层看 他与白海天仙 倒也沾着些许联系 元左郡王 别来无恙 白海天仙轻轻一笑 站起身来 收拢折扇 拱手还礼 天渊微微汗手 并未起身 算是打过招呼 杨若须起身还礼 只是点了点头 走葛过场 便坐了回去 清风天仙没起身 也没还礼 只是笑着问道 元左郡王远道而来 大驾光临 不知有何贵干 清风天仙的言语中 多少带着一丝激疯 若元左郡王还是当年 他自然不敢如此 而如今元左郡王地位大将 失去领地 清风天仙的内心深处 自然带着些许轻视 孤星脸色为尘 没有说话 元左郡王装作没听出来 笑道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 近来得到消息 一个大进仙国通系多年的罪人 在盘龙山脉附近 所以就带人过来看看 说到这 元左郡王稍有停顿 看了一眼白海天仙等人的神色 天渊 杨若须 清风天仙三人都是老常持重 面无表情 没有什么反应 白海天仙虽然始终面带笑意 却也没说话 元左郡王看不出他心中所想 此人都没有接话 场面一时间静了下来 有些尴尬 元左郡王深吸一口气 只能继续说道 在下想要将这罪人抓回大进 但出于尊重 还是得跟四位道友打声招呼 不 白海天仙唯唯挑眉 问道 这罪人在哪 元左郡王唯唯转身 指着山谷中的一道身影 道 就是他 元左郡王所指的方向 正是苏子墨所在的位置 白海天仙四人同时皱了皱眉 下方的人群看到这一幕 也传来一阵阵躁动 元左郡王连忙说道 这个人就是我大进仙国通气追杀两千多年的罪人 苏子墨 群羞哗然 这个六阶地仙是苏子墨 听说两千多年前 苏子墨只是一阶地仙 他修炼有这么快 好像不太对吧 我曾经见过大进仙国苏子墨的画像 似乎与这个青年的样子有些出入 山脉上传来一阵阵声浪 白海天仙也微微皱眉 道元左道友你是不是搞错了 绝不会错 元左郡王审声道 这个苏子墨擅长一种易容唤醒的手段 几乎与千变万话相同 这个样子只是他卫装出来的 还望诸位给我元左一个薄面 将此人拘敬出来 交给我带回大进 在下感激不尽 这白海天仙面露蓝色 干笑一声 余光看了一眼旁边的三人 杨若须三人都没有什么反应 好像没听到元左郡王所言一般 他们四人方才都抢着想要将那个人招进宗门 如今 就因为元左郡王一句话 就将人交出来 这和打自己的脸没什么区别 换言之 就算苏子墨是大进仙国通弃的罪人又怎样 只要他的天赋足够强 潜力足够大 四大仙宗就敢将其收入门下 这一次就连白海天仙都不再说话 场面再度变得安静下来 元左郡王的脸色有些难看 众目睽睽之下 他已经放下身份 说出这样的话 白海天仙四人却仍是不畏所动 下方人群中的议论声嘈杂 在元左郡王听来都觉得有些刺耳 顾心终于忍耐不住 冷恒一声 大声质问道四位道友这个苏子墨是大进仙国的罪人 你们是想因为一个六阶地仙就得罪我大进仙国吗 呵呵 清风天仙神色激凤冷笑道 孤星统领真是好大的威风啊 怎么比大进仙国的行路位还想管到我们四大仙宗的头上 你 孤星一时雨色 脸色铁青 哼 天渊冷恒一声 道 这里是盘龙山脉 不是你们大进仙国 天渊的声音 如海潮涌动 在山谷中回荡 轰鸣作响 蕴藏着强大的威严和意志 孤星的质问 非但没能起什么作用 反倒激起清风天仙等人的强烈抵触 这也怪不得孤星 行路位在大进仙国的疆域内 横行无忌 嚣张拔护惯了 离开大进之后 孤星没有收敛的意识 便撞上了铁板 三大仙国的实力再强 江谷再大 也管不到四大仙宗的头上 原左郡王心之想要解决此事 态度不能强硬 原左郡王压下心中怒火 重新露出一个笑容 拱手道 孤星有些莽撞 几位道友见谅 这个苏子墨确实是我大进通气追杀的罪人 甚至与风残天有关 还望四位道友成全 在下将来必有仲谢 风残天 这是整个神霄仙玉的禁忌 或者说是罪人 就连四大仙宗都不敢收留风残天 原左郡王此时将风残天说出来 就是要让白海天仙四人感受这种压力 沉默许久 杨若须摇头道 他不是风残天 就算与之有关 也没有什么 更何况 此子正在山谷中参加先宗大选 我们不能坏了规矩 干预大选的进程 所有事 还是要等先宗大选结束再说 听到这里 原左郡王大昼眉头 若先宗大选结束 苏子墨成为最后那一百个人 随时都能拜入四大仙宗 岂不是更加难办 杨若须这番话 明显就是在突延时间 原左郡王意识到这一点 却也不敢挑明了指责 他望着山谷中的苏子墨 心中的恨意 上升到极点 他恨不得立刻冲进山谷之中 将这个人撕成碎片 突然 原左郡王的脑海中 闪过一道灵光 心生一计 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抹笑意 既然先宗大选已经开始 诸位不能干预 我自然也不好逼迫四位道友 原左郡王说到这 稍有停顿 随后话锋一转 问道 不过 我听说苏子墨是中途参加先宗大选的 正是 杨若虚点了点头 原左郡王笑道 既然苏子墨可以中途参加 这是不是意味着 其他人只要符合条件 现在也可以进入这楚山谷 参加先宗大选 一边说着 原左郡王一边回头 扫了一眼深厚的一百多位行录地位 第2119章好戏开始 听到这句话 杨若虚四人都是暗自皱眉 以四人的修为心智 自然能看出原左郡王的意图 原左郡王是打算出动他身后的行录位 来参加先宗大选 如此一来 这一百多位行录地位 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山谷 诸拿追杀苏子墨 四人都想将苏子墨招入宗门 内心深处 自然不希望苏子墨被一百多位行录地位围攻 而隐落于山谷之中 也不希望他落入原左郡王之手 四人想到此处 一时间都沉默下来 原左郡王心中冷笑 悠悠地问道 怎么 四位倒有事要厚此薄笔吗 苏子墨可以中途参加 其他人就不行 这一次 四大天仙没有反驳 原左郡王在这件事上 确实站着理 四人也无话可说 就是啊 凭什么苏子墨能静 旁人就不能静 这不公平 四大仙宗也要一视同仁 不能有失偏颇 盘龙山谷的人群中 有不少修士生怕是不够大 纷纷起哄 阳若虚心中心探一生 道 其他人自然也可以中途参加仙宗大选 只不过 此子进入山谷之前 没有攜带盘龙令 没问题 原左郡王马上说道 我身后的这112位行路地位 也不需要攜带盘龙令进山谷 盘龙令的存在 一来可以保命 二来是为了争取败入四大仙宗的机会 而行路地位进入山谷中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追杀苏子墨 他们均是底仙中的顶尖强者 面对一个六阶地仙 自然不存在什么危险 保命的作用就更没必要 事已至此 形势所迫 四大天仙也只能同意 否则 这件事若传出去 便是仙宗大选有失功允 会对四大仙宗的名声带来极坏的影响 清风天仙问道 郡王准备派遣几个人进股 当然是我今天带来的所有行路地位 原左郡王缓缓说道 语气森然 一百一十二个行路地位 全部进入山谷之中 这一次 原左郡王不允许有任何意外发生 四大天仙莫然 能成为行路地位 均是顶尖的地仙强者 这样的地仙 只是派出几个人 苏子墨都未必应付得了 若是借助他的身法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但若将一百一十二个行路地位全部派遣进去 以行路位的默契手段 很容易形成合围之事 到时候 苏子墨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原左郡王明显是要赶尽杀绝 天渊突然开口 一百多个行路地位 此时进入山谷 必然会影响这次先宗大选 影响最后的结果 破坏平衡 此时不妥 天渊所言 并非没有道理 这一百多个行路 为君听从原左郡王之命 若是进入山谷中 连其手来 其他人谁能与之对抗 四位道友放心 这些行路地位进入山谷之中 除了苏子墨之外 不会对其他人出手 袁左郡王似乎早就预料到 有人会提出这一点 微微一笑 从容地说道 只要将苏子墨抓住 这些人就会原地待命 等待先宗大选结束 不会有其他多余的举动 天渊倒有担忧之事 绝不会发生 这一次 四大天仙真是想不出 任何理由来拒绝 袁左郡王 请吧 白海天仙微微汗手 是以袁左郡王可以下令 督谢诸位 袁左郡王面带笑意 拱手道谢 随后转国身来 望着身后的一百多位行路地位 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不见 行路地位听命 袁左郡王轻贺一声 在 一百一十二位行路地位同时应和 声如惊雷 只是 不管外面有什么动静 发生什么样的事 山谷中参加先宗大选的修士 都完全感应不到 那一道水墓不仅有镜像之用 还有隔绝声音 视线种种用处 袁左郡王审声道 你们进入山谷之中 分成十个队伍 每个队伍十一人 剩下的两人一队 寻找苏子墨的下落 见到苏子墨之后 不要犹豫 直接发出传讯令 召唤其他人朝此地聚集 形成何为之事 此人身法速度极快 这一次 绝不能让他逃脱 遵命 众多行路为大鹤一声 袁左郡王又定住道 记住 我要抓活的 下方的盘龙山谷 就像是一个囚牢 苏子墨在他的眼中 就是这囚牢中的鸟 插翅难逃 他心中对苏子墨恨之入骨 绝不会让苏子墨这么轻易地死掉 他要将苏子墨生情之后 日日夜夜地折磨 更何况 他还要逼问苏子墨很多东西 诸如玉符 那种千变万化 金色羽翼的神通秘法 劳烦哪位道友出手 将我带来的这些人送入山谷之中 袁左郡王传达完命令 才对白海天仙等人沉声说道 杨若须稍有迟疑 还是挥动袍袖 将112位行路位送入山谷之中 只不过 他有意将这些行路位的落脚点 放在距离苏子墨最远的位置上 就算双方遭遇 可能也要消耗一些时间 其实 杨若须等人心中清楚 在这封闭的山谷之中 以行路位的手段 想要寻找到苏子墨的下落 实在太容易了 这样的安排 无非也只是稍作拖延罢了 112位行路位进入山谷之中 刚刚落下来 便迅速地分成十个队伍 每个队伍中 大多数都是九阶地先 为首之人还是行路地位的统领 余下来的两个行路地位 都是八阶地先 李璇 郑茂 你二人一队 一位行路位统领审声道 遇到苏子墨之后 不要急着动手 先释放传讯号令 遵命 两人拱手硬道 散 寻找目标 这个行路位统领清贺一声 112位行路地位分成不同的队伍 迅速地散去 前方各自的方向 隐漠在密林之中 望见这一幕 原左郡王嘴角为翘 握着双拳 淡淡地笑道 好戏要开始了 盘龙山脉上的人群 也再度亢奋起来 四大天仙相互对望一眼 各自无言 不论四人如何看重苏子墨 如何联习其才 也不能出手干预先宗大选 这是重罪 谁都承受不起 也就是说 苏子墨这一劫 躲不过去了 第2120章遭遇 子轩先国 王成 藏书楼 一位素衣淡装的女子 正拿着本古旧的书籍 在一排高大书架前驻足 神情专注地阅览着 不时轻轻翻过一页 阳光透过窗户 洒落在女子白皙的脖颈上 泛着晶莹的光滑 完美无暇的侧脸 修长苗条的身形 穿着一席淡青色长裙 宁静之中 透着几分神秘和典雅 只是站在那里 就令人怦然心动 就在此时 旁边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 打破这份平静 很快 一位妙龄少女出现在这 细喘吁吁 望着书架前的素衣女子 欲言又止 似乎生怕打扰到她 什么事 素衣女子淡然问道 目光仍是没有离开手中的书籍 少女道 启禀郡主 那个苏子墨现身了 哦 素衣女子听到这个名字 才神色一动 微微侧目 问道 她在哪 少女道 这些年来 郡主让我们关注这个苏子墨的消息 方才属下刚刚得到传讯 苏子墨现身于盘龙山脉 正在参加仙宗大选 仙宗大选麻 这人倒是聪明 知道选择四大仙宗这个靠山 素衣女子清男一生 笑了笑 问道 她现在是什么修为 据说是六阶地仙 而且是十几天前 大选快要结束的时候 中途进入山谷之中 少女答道 六阶地仙 修炼得好快 素衣女子略有惊讶 快麻 比小郡王差远了 少女撇撇嘴 颇为不屑 道 听说小郡王还将此人视为对手 我看那 他给小郡王当个侍从都不配 素衣女子笑着摇摇头 没有反驳 只是自顾说道 六阶地仙 想必以他的手段 拜入四大仙宗并非难事 那可不一定 哦 少女有点幸灾乐祸地说道 不要说拜入四大仙宗 这个苏子墨 都未必能活着离开盘龙山谷 嗯 素衣女子听出少女话里有话 眉目一转 看向少女 露出询问之色 少女道 刚刚得到的消息 这个苏子墨用一种类似于千变万化的手段 易容变形 瞒天过海 进入山谷参加大选 根本没有人认出他的身份 但也不知怎的 十几天之后 大进仙国的原左郡王突然现身 直接点破他的身份 问四大仙宗要人 听到这里 素衣女子微微皱眉 若有所思 少女没有注意到素衣女子的神色变化 继续说道 仙宗大选正在举行 四大仙宗也没办法教人 原左郡王就让他带来的一百一十二位行路地位 全都进入山谷中 追杀围剿苏子墨 说道这 少女嘻嘻一笑 道 郡主你说说看 那个苏子墨还有命活马 素衣女子皱眉问道 一百多个行路未进入山谷中杀人 四大仙宗准许了 没办法不准许啊 这些人是以参加仙宗大选的名义进去的 苏子墨既然可以参加 这些行路未当然也可以 少女道 更何况 仙宗大选本就没有生死限制 允许修士之间生死搏杀 云婷在哪 素衣女子突然问道 小郡王还在闭关 少女说道 素衣女子将手中的书籍 放回书架上 朝着外面走去 道不必叫他了 你去准备一下 随我前往盘龙山脉 阿 少女愣了一下 有些难以置信的问道 郡主 你都好多年没有离开藏书阁了 今天要因为一个六阶地仙就出去吗 这个六阶地仙可不寻常 素衣女子说道 少女皱眉 迟疑道 可是 可是就算咱们以最快速度赶过去 也要将近十天时间 那时候 估计这个苏子墨早就被行路卫杀死了 杀他 素衣女子微微摇头 道 这个人 恐怕没那么容易死 我有种预感 这次先宗大选 可能会出现其他变故 一边说着 素衣女子已经离开藏书阁 少女在身后紧紧跟随 盘龙山脉 行路卫进入山谷中 已经有十天的时间 距离先宗大选结束 也只剩下五天的时间 这段时间里 行路卫和苏子墨还没有正面遭遇 这当然是因为杨若须的安排 将行路卫众人放在距离苏子墨最远的位置上 但所有人都清楚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双方将会不可避免的发生碰撞 远左郡王并不着急 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一百多个行路卫组成十个队伍 一点点的向前推进搜索 没有错过任何角落 还会向山谷中的其他修士打探消息 山谷中的修士 看到十个行路未组成的队伍 自然不敢轻易挑战 有苏子墨的消息 都会如实说出 怎么突然出现这么多行路卫 我也看到了 这些人还四处询问一个人的下落 就是那个逃跑极快 看上去大病未遇的青年 走 反正已经没希望进入前一百了 咱们也跟过去看看 不少修士见行路卫对他们没有敌意 也心生好奇 都跟在行路卫的后面 想要看个热闹 通过水墓之上 数百万观战的修士 可以清晰地看到 一百多个行路卫继续向前推进 与苏子墨的位置越来越近 有两个行路卫的位置 与苏子墨几乎重合 很快就能遭遇 这两个行路位 正是于出来的两个人 李玄和正茂 两人的修为不弱 均是八接地先 这个苏子墨也真是够蠢的 还跑来参加先宗大选 简直就是坐简自伏 山谷中 李玄倾笑道 现在他在这山谷中 四处封闭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想要逃跑都没有机会 是啊 咱们之中谁能遇到苏子墨 就是谁的运气 这可是大功一件 正茂道 李玄撇嘴道 要我说 发出什么传讯号令都多此一举 谁看到此人 直接动手将他镇压就行 一个六接地先 还能翻了天去 正茂摇头道 还是按照殿下嘱咐的来吧 别擅作主张 两人正在交谈之间 远处突然有一道身影急驰而来 身形瘦弱 脸色枯黄 看上去若不经风 正是苏子墨幻化出来的模样 正茂 李玄两人目光大盛 天渊 杨若须等人微微皱眉 心中一景 在四人看来 这对苏子墨而言 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因为 所有的行路未都知道自己的目的 而山谷中的苏子墨 却还被蒙在鼓里 若苏子墨转身就逃 或许还能拖延一段时间 若是与这两个行路未交手 而陷入苦战 他必死无疑